PS,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TREB并加关注,给完美世界更多支持。 昏暗的古地,植被不是很多,可但凡出现都是灵药,连隐魂连与凤凰草这种神药都见到了,自然引发震撼。 时间不长而已,就个地方就打翻天,所有人都在激烈搏杀,发生了大混战。 碰,十号跟那女子对决,手掌发出淡金色的光泽,喷吐昆蓬丽,同气弥漫开来的仙气撞在一起,四方矩阵。 杀? 另一边,绿驼跟一个青年厮杀,两人都沾染上了血迹,这是拥有三道仙气的年轻至尊的金石大战。 你可要想清楚,为了一株药草跟我决战,究竟是否值得? 那女子在威胁,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为了隐魂连,不惜用仙怨压时候。 少废话,各自凭本事爱曲。 十号不为所动,直接轰出一拳,雷光数千道,全部在前方绽放,璀璨而刺目。 若是一般的人,早就被闪电击成残渣了,这种雷光斩杀天神根本不会费力,可以堪比可怕的天节。 只是这女子十分强劲,三道仙气荣道,化成丝丝缕缕,包裹着曲线傲人的身体,且施展出一种古道法。 十号法力高深,肉壳强大,神勇不可挡,跟她数次硬拼,静止向前。 特别是,当十号周围有数百根金色柳条冲出时,让此女顿时一呆,神情异扬,不由自主倒退了树部。 哄,十号一跃而过,向前扑去,要拔起那珠隐魂莲。 这株莲花圣洁无瑕,芬芳扑鼻,通体银白,光滑硕硕,扎根在一方全尺中。 那池子内是神叶,晶莹透亮,池子不大,不过方圆树杖,蕴含着仙天精气,伴着花香。 动,关键时刻,一片紫芒飞来。 王熙出手,抬手就是树中宝树,阻挡十号的脚步。 是。 随后,她更是施展平乱绝,动用了这种振动古今的无上剑绝,劈碎虚空,截断前路,不让十号临近。 同一时间,绿驼也出手了,发出一声大喝,若惊雷般,动用古天弓。 轰向十号的后背,气势如虹。 仙院的人也都出击,一同阻挡十号。 而那早先跟十号动手的女子,更是回过神来,接连发出攻击宝树,向前杀去。 十号一个横移,避过诸多宝树,身子如一道鬼魅般在移动,冷冷地看了一眼王熙。 而后回身跟仙院的女子对了一掌。 碰!女子遭受矩阵,拼肉身之力,有几人可与十号比肩。 她跟最强大的练体师,没什么区别。 虎口裂开,鲜血躺出,仙院的女子捂着手掌,在其拇指上咽红点点,那是从其虎口上流淌出的真血。 十号再次向前冲,留下数不清的残影,让人分不清虚幻与真实,只能说她的速度太快了,目标依旧是隐魂帘。 然而,这些人非常坚决,无论是天神书院的学生,还是仙院的弟子,一同出手,谁敢接近神池,必会遭受毁灭性攻击。 十号很强大,但也很难支身力敌所有人,毕竟他们是九天十地,潜力最可怕的人,都修出了三道仙气。 哄,那些人根本不去分辨残影与真身,所能做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轰杀。 他们人数摆在那里,不用担心是否打中真身,只要看到影子就出手,并且许多攻击都是先发而出。 因为隐魂帘就长在那里,他们直接祭出宝树,轰在其周围,将它守护在中心,谁要前去采摘,就等于一头撞进攻击范围内。 正! 就在这时,兵器出窍的声音响起,王熙拔出了一口神剑,以蕴含着仙晶,绝世风锐,喷薄锐光。 同一时间,十号进前那跟他交手的仙院女子手中也发出铿锵音,那是一杆奉斥仙金躺,灿烂夺目。 这杆兵器十分惊人,掺杂着光明仙晶,雪白胜烈,如同一轮太阳般璀璨,且非常的破人。 这个女子刚才吃了亏,在肉身拼斗中,虎口裂开,现在动用自己的兵器,这件法器一出,天地隆隆而动,锋刃锁过之处,虚空被切裂。 受死! 她一声轻斥,向前劈杀。 这令人相当的惊讶,这种重型兵器一般都是男子持有,舞动起来非常的威猛,此女身段高挑,体态曼妙,居然舞动这样一件神兵,着实吸引人的眼球。 杀! 十号断鹤,她徒手迎了上去,跟她激战,避过锋刃,掌指如刀,斩向金属杆。 呼! 狂风大作,凤翅仙金躺喷勃雪白霞光,如同焰火一般,让虚空都扭曲了,灼烧十号的那只手掌。 哗啦一声,黑色大水滔滔,十号动用鲲鹏法中的太阴之力,那只手化成鲲鱼,带动着黑色水浪守护几身。 当! 同时,她的手掌斩中金属杆,发出鲲鹏力,让这杆神兵剧烈颤抖,嗡嗡作响,金属颤音如同风鸣。 是! 就在这时,王熙出手,持那柄绝世神剑,带着冷烈的光,隔空斩来,又是平乱绝,急神兵施展。 十号,对此非常忌惮,毕竟这是古今最强三大剑爵之一,曾经逼退异域的恐怖生灵,平乱一个时代。 她撑开唯一洞天,浑身发光,柳神法跟雷地宝树结合,数百根金色枝条裹带着雷光,化成利剑,冲向王熙那里。 好! 绿驼一声大吼,满头发丝摇动,在其头顶上出现参天大树,是仙气所化,摇曳下数不清的大道之气,镇压十号。 在这一刻,十号遭遇了围攻,因为他距离隐魂连最近,且总是出手,志在必得,引发众人一致对抗,想先将他镇压。 显然,这样的一战非常艰难,仙怨的人还有天神书院的年轻至尊,一致对付他,阻挡他躲隐魂连,动辄就有陨落的危险。 是,在几大高手的围攻下,十号化成一头昆棚冲天气,躲避过那杀局。 他站在虚空中,神色淡漠,并不退走,带着冷笑,道,我看你们谁能拿走,既然谁去采摘都会遭受攻击,那么他就等在这里,看下一个被围攻的人是谁。 结果,众人僵持住了,无人愿意迈出那一步,彼此都非常忌惮。 我可没有时间在这里浪费,还要去夺其他神药呢。 十号说道,他再次俯冲了下去,抢先出手。 哄,凤翅仙金堂展来,摇曳出惊人的光束,带着大道的迷蒙气息,封锁十号前路。 与此同时,绿驼双手结印,口战惊雷,双手间腾起千百重光束,轰杀向十号。 而王熙也催动神剑,向前展来。 所有人都动了,一起出击,疯困十号的道路,将要斩落。 十号通体发光,灿烂的惊人,像是燃烧了起来。 唯一洞天化成一轮巨大的太阳,浮现各种符文。 他一声断鹤,气息恐怖,将自身的实力提升到了寂静, 硬闯年轻至尊们的伏击圈。 哄,这个地方沸腾,宝树一种又一种,都是至强的攻击,将十号那里淹没。 不过很快,那里又出现真空地带,成片的光泽暗淡,像是冰雪在融化,在消失。 法力免疫。 王熙惊叫,最近以来,王家一直在调查十号,早已将其根底摸情,知道他有这种本领。 众人变色,眼睁睁地看着他突破宝树的封锁,闯到神池不远处,抬手就要摘取隐魂帘。 失效了。 仙院的女子失声惊呼,她挥动凤翅仙金躺,不动用宝树,直接以兵器攻击。 十号月起,当的一声,脚掌踩在宝躺上,发出一阵矩震,她的身子摆动间,就化解了这一击。 当王熙的神剑刺来时,她一弹指,敲在那剑体上,令其矩震,嗡嗡作响。 绿驼,还有仙院的其他人上前,十号的唯一洞天爆发,喷涌各种符号,数种宝树凝结在一起,对所有人反击。 法力免疫,这一本领在关键时刻着实惊艳,面对群工可以独自应付,还能展开最激烈的反攻。 碰。 与此同时,十号一把抓住了隐魂帘。 PS,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preb并加关注,给完美世界更多支持。 隐魂帘荧光洞天地,瞬间绽放出冲销的神霞,在十号的手中剧烈震动。 是。 所有人一起出手,怎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独得这株西式神药。 成片的光束打来,可惜都被化解,法力免疫。 唯有凤翅仙金躺,神剑,战己,长矛等次来时有效,十号不得不对抗。 突然,十号手中巨震,银色连夜融化,化成了星号星号。 而后花瓣凋零,也成为晶莹的枝叶,在这里化掉了。 虚空中,银色夜滴凝聚,从十号的手指间飘起,冲到半空中,在那里聚集成一团江叶,荧光灿灿。 这株神药竟然溶掉了,在这最为关键的时刻,发生突变。 但江叶还在,悬在虚空中,芬芳扑鼻,比刚才药浓烈十倍不止。 所有人都眼中炽热,一起向前抓去。 神药成熟,自行脱落,化作宝燕,其根须逃走了。 有人叹道,十号身在最前方,自然不会错过,大手一叹,向前覆盖,稀计掌握在手。 然而,那些人全部发力,这是肉身的拼杀,一干年轻至尊,皆展开恐怖手段,一个个血气滔天,向前猛攻。 十号身体矩阵,不得不严肃戒备,因为他的身体在摇动,唯一洞天在扭曲,要崩开了。 不仅是这些人冲击所致,还有一个原因,法力免疫要失效了。 这些人都很不一般,早先所施展的符文异常可怕。 法力免疫这一能力被严重冲击,现在不能支撑了,即将要消退。 哄,绿驼的一双手掌绿油油,轰杀了过来,足以轰穿天穷。 十号一手抓引魂连江叶,另一只手则在快速震动,匆匆间分别与其双掌碰撞, 响声隆隆,静气澎湃。 虚空扭曲,炸开。 是! 剑芒如匹炼,王熙的神剑刺道。 咔! 虚空被展开,仙院的女子手持凤翅仙金躺,也立披而下,只取十号的头颅。 此外,仙院另外两人也杀到。 长矛,战己一同落下,风锐无匹,光泽冰冷,洞穿长空,直指十号要喊。 哄! 十号的唯一洞天发光,迸发宝树,金色的柳枝化成秩序神炼,冲向四面八方,无差别攻击。 此外,雷刀万虫,在此地爆发。 而其体内更是发光,轮回奥义浮现,席卷四方。 这是一场大碰撞,十号怒战,法力免疫将消退,他在利用最后的优势厮杀。 嗡! 虚空一颤,而后剧烈轰鸣。 各种宝光浮现,这些人大喜,因为他们的符文又生效了,全面轰杀向前。 就在刚才,几人还脸色难看,因为他们的宝树被十号无效。 而对方的昆蓬法,雷帝神通,轮回符文等全面迸发,着实让他们变色。 现在形势逆转,这些人的宝树发挥了作用,全面倾泻,带来的攻击到了。 十号目入神盲,虽然被干扰,被冲击,但是那只覆盖了银色僵液的手,并未收回来。 掌心浮现一口顶,收走了所有信号信号。 动! 这些人的宝树落下,强大如十号,也不可能力敌所有人,唯一动天模糊,暗淡,扭曲,要炸开了。 吃! 凭乱绝生效,一剑刺了进来,剑起一朵血花。 十号躲避及时,避过要害,但还是被剑芒伤到手臂,有烟红的血液落下,伤不是很重,但是剑气滔滔,蕴含着一股精神意志,要破坏十号的肉身。 破! 十号断壑,背后一对昆蓬赤浮现,猛力一阵,太阴与太阳神力纠缠,旋转着,从体内逼迫那剑气。 轰隆! 绿陀捏拳硬到了,跟十号硬汉,打得天语咚咚作响,虚空崩塌。 当! 当仙月女子的凤翅仙金躺落下时,十号侧击,长指打在凤翅边缘上,铿枪震耳,火星四剑。 战己,长矛刺来,另外两大高手冲击,只向十号眉心。 最为关键的是,仙气弥漫,符文汹涌,宝树狂暴而来。 十号陷入险境,跟多人激战,都是年轻一代的致强者,是九天十地中,未来最强的一列人,自然处境不妙。 碰! 十号收起银色僵液,双手截法硬,大战众人。 阵开战己,星号星号开长矛,他永不可挡,想要突围,但是这几人都脸色铁青,一起猛攻。 隐魂连,太奇妙了,一个人的元神碎掉,都可以借此连复活,涅槃再生,谁不想得到? 这等于一条命。 哄! 当十号再次徒手对抗凤翅仙金躺时,这杆兵器突然发光。 温度高得吓人,简直可以焚毁世界,烧穿九天。 十号掌心一阵剧痛,他低头发现,掌中一片焦黑,若非他实力足够强,刚才一条手臂都要化成灰烬。 杀! 仙院的女子轻斥,他整个人都仿佛燃烧了起来,沐浴着冲销的火光,他向十号扑击,以神焰封锁了此地。 焚天焰? 有人惊呼。 十号则深感意外,这种火焰太强大了,对他都造成了威胁,让他感觉一阵炽热,严阵以待。 可以焚天的道火,无上神焰。 他知道了那是什么。 因为,曾经见识过这种古法,这是大焚天弓,是一种无上古法,其火焰可以烧毁诸天。 是! 火光连天,向着十号席卷去,让炽热难当,其掌心焦黑处更是剧痛。 哄! 十号宁结法印,气势斗变,屁逆天下,施展六道轮回古天宫,将自己的几种宝树都驾驭了起来,轰杀向前。 这一刻,它是狂暴的,宝树交织成光,在这里冲击,像是真的开启了六道之门,还有轮回时光。 呛! 下一刻,十号抽出了一柄剑,出实暗淡,可才一催动,神光暴涨,飞向之光冲天,光雨迷蒙。 咔! 凤翅仙金躺被斩断,且内运的仙金向着十号手中的剑胎涌去,一剑重宝被毁掉了。 这是大罗仙剑胎,十号一般情况下不动用,一旦取出,就意味着杀红了眼睛,要拼命了。 是! 剑光一闪,跟六道轮回天宫配合,差点将仙月女子的手臂斩掉,她快速倒退,脸上写满了心疼之色,难以忍受。 她的凤翅仙金躺毁掉了,被人一剑斩断,且吸收走了内运的仙金,成为了沸铜烂铁。 正! 其他人攻击来时,十号施展六道轮回古天宫,驾驭此剑,她已经放手,剑胎如鸿芒在这里盘旋,带着诸天道文。 这剑胎像是复活了,非常神秘,光与成片,一个模糊的人形生物在剑胎上浮现,鲜物弥漫,十分赦人。 咔! 王熙的剑刺来时,被大罗仙剑胎批中,当场断为两截,其内运的仙金被吸收。 十号吃惊,许久未动用此剑,她发现这剑胎越发得厉害了,随着它实力的提升,此剑胎像是也被滋养了,比以前也不知道可怕了多少倍。 王熙翘翘脸发白,心疼得要死,这可是一柄绝世宝剑,就这样被人斩断,太可惜了。 哄! 十号像是疯狂了,催动六道轮回神通,轰得这些人变色,她只身独剑,就这样杀了出去。 吃! 是! 仙岳女子的肩头,剑起一朵鲜红的雪花,她差点被斜斩斩,碰! 王熙道飞,六道轮回大神通一施斩,身体矩震,王熙躬在前面,手当其冲,被震得嘴角溢血。 吃! 剑气纵横,十号闯出险地,从围攻的状态中解脱了出来,而后驻足。 他被人围住时,的确没有办法,这么多年轻至尊围剿,而他居然无恙地杀出,若是传出去,肯定会震动天下。 现在众人很无奈,十号就站在不远处,静可攻,退可守,但不是多么地积极。 谁还想引魂连吗? 十号问道,现在就是想要,也没有办法了,都知道为啥,跟着一起再哼哼。 哼! 绿陀冷哼了一声,第一个退走,冲向远处。 王夕转身,一语不发,也默默地退走了。 请让我负伤,早晚要你好看。 仙院的女子这样说道,不服,现在就来一站。 十号喝道,改日与你站,我现在要去收脚战利品。 仙院的女子咬牙说道,掉头就走。 一群人都心头震动,无人愿跟这个疯子一站了,都想继续去寻神药。 因为,他们知道,此人掌握有鲲棚法,速度太快了,如今得到神药,破例包围圈后,若是不敌,想要顿走太容易了。 一瞬间,此地清静,众人都走了。 十号冷笑,跟了下去,现在该轮到他主动了。 他盯准了这些人,谁要得神药,便去洗劫谁。 PS,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preb并加关注,给完美世界更多支持。 昏暗的谷地中,缺少光明,但却不缺西式宝药,芬芳扑鼻,不乏神品,这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斗与冲突。 隐魂连到手,十号心有喜悦,但并未满足,而是开始了进一步的行动,跟着那些人向前。 凤凰草?那块区域同样引发激战,天神书院的玄昆被打伤,仙院的一个清秀少年咆哮,气质竟变得狂野,击退敌手,夺走了凤凰草。 十号晚到一步,他不认识那人,并不是跟他争夺隐魂草的人,故此,他没有追击。 哦,另一片区域,龙鹰洞九天,那里有一头子龙腾起,带着物矮,景象壮观不已。 聂龙药?有人大叫,充满了惊喜,而那块区域引发轰动,疯狂大战。 就是十号都被惊住了,那猪药显得非常不凡,异象惊人,引发了剧烈的战斗,很多人围在那里厮杀。 王熙过去了,绿托出手了,先月那名被毁了凤翅仙金堂的女子,也闯了过去,都对那猪药志在必得。 那是一株一尺高的药,紫盈盈扎根在地上,想要顿走,但结果又都被逼了回来。 神药皆通灵,可以顿地,这是传说中聂龙药,神性惊人。 想要逃走,但是被人布下法阵封住了,无法成功走脱。 故此,这里的战斗也异常地壮观,人影翻飞,拼死搏杀。 那要生有六七片叶子,其形如一头聂龙般张扬,叶片如同龙爪,紫气阴晕,神光闪耀。 非常的炫慕,这简直就是一头被禁锢的龙啊。 有人惊叹,这猪药在神药中都是属于最顶级的。 哄,这里的战斗很可怕,各种大神通旗线,仙气散开,撕裂了乾坤,都是致强者。 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一个动用龙拳的人,简直如同一头真龙,横行于空,跟人硬汗,所向披靡。 很快,他也尝到了十号一般的苦头,被人围攻。 他正是十冠王,仰天长啸,右手中出现一株小树,晶莹欲低,五光十色,向外一扫。 混沌气喷涌,震惊朱迪。 天神书院的人还好说,仙院的人眼睛当即就红了,这是史上最强仙种之一,完美无瑕,让人极度而又震撼。 当即就有人冲了过去,甚至连那聂龙药都不夺了,围攻十冠王,想夺走其手中宝树。 有了世界树幼苗,还争什么其他种子,直接闭关融合,胜过所有机缘。 那几人疯狂,猛攻十冠王,眼睛炽热。 哄,只是,他们低估了世界树幼苗的威力,这样扫除,叶片哗啦啦摇动,混沌剑芒横扫,所有人都变色。 大战惨烈,最终有一人被世界树幼苗扫中,整个人胸部塌陷,身上的三道仙气差点被打散,众人踩悚然,出了一身冷汗。 石冠王得手,一把抓住了聂龙药。 这是他志在必得的东西,他修有真龙宝树,掌握最霸道的龙拳。 若是以聂龙药熬练双拳,那好处不可想象。 哄,十号过来了,却不是向石冠王出手,而是一拳轰出, 险些将仙院那名女子后背击穿,还好他反应迅速,迅速躲避,通体爆发宝光。 即便如此,他也一个亮枪,后背被俘中,修长躯体腾空而起,在半空中可血不止。 谁? 旁边有人喝道,那是仙院的人,回过身来看到是十号,顿时变色, 因为不久前也曾围攻他。 刷! 十号落地,不过却无人上前,那些人都很忌惮,跟他交过手,深知他的恐怖。 这家伙是个麻烦,去找人,压制他。 可惜,小天王等最厉害的人物不在。 一些人虽有不愤,但却没有轻易动手,最后更是直接走人, 就是那女子自身也是怒目而逝,没有来拼命。 因为,这片古地机缘甚多,他们不想浪费时间,远处又有宝光腾起了, 那是神药出土。 要相扑鼻,这片地狱真不知道有着怎样的大造化, 已经出现六种以上的神药了,足以震惊天下。 到现在为止,有三种神药被人得到。 而在这里,还有其他诸多灵草,圣药更是不在少数, 着实让人眼红,心血澎湃。 捉到的三株神药,揭露在了年轻至尊的手中, 其他只拥有一两道仙气的人暗叹, 没有凑上钱去,老实地采摘其余灵草。 咦?人变多了?第二批人进来了吗? 最先进来的这批人一正。 很明显,有人出去送信, 告知里面没有险恶,有神药等大机缘。 结果两院的长老开始潜出第二批弟子。 这片区域很广阔,近来的人出现的位置不同。 仙院的人眼间,在某一地狱一眼望到了一个轻衣女子。 正是轻衣,甜淡而宁静,面孔精致到无暇,倾国倾城。 是她,跟那个十号走在一起的女人。 当初,十号跟仙院的吴泰等人起冲突时, 轻衣就在站在旁边, 且那场争斗也跟吴泰等人调戏她有些关系。 故此,她在这里,一出现,就被认出了。 哼,是这个女人,也赶进来。 无论如何,也要给她一些苦头吃。 有人说道, 其中正好有一位拥有三道仙气的年轻至尊, 路过此地。 文言更是神色一动, 不久前围攻十号时吃了亏, 被夺走隐魂帘, 她一直心有不甘,现在顿时起了心思。 你,过来! 她一声轻斥, 很是霸道, 不过当仔细看轻衣的容貌时, 觉得一阵惊艳。 心有涟漪, 话已出口, 不会更改。 她想拿下轻衣, 无论是报复十号也好, 还是B十号, 在接下来的真要过程中, 束手束脚, 都应出手。 八真奇! 远方, 有人大呼, 充满了惊喜, 很多人在混战。 十号心头俱阵, 居然有这种东西。 她快速冲去, 也要争夺。 是! 一头麒麟状的生灵, 没入土层下, 逃之夭夭, 但很快, 又被人逼迫了出来。 八真奇! 为麒麟形植物, 平日藏于土层下, 矿洞深处, 汲取大地精华, 极少陷于世间。 她是太古八真之手, 为天下第一佳肴, 其味道让诸神都要流口水, 鲜美到难以言表, 是世间时神都只能叹气太稀少的东西。 此外, 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 跟其他药草等一起熬炼, 可以增幅药效, 提升数倍不止。 可以想象, 若是一株神药, 甚至一株长生药配上八真气熬盾, 那会是什么效果? 故此, 没有人单纯以它满足口福之欲, 万一能得到, 也得珍藏起来。 关键时刻使用, 只是这东西太少, 比神药甚至都稀奇。 很难见到, 不曾想尽在这里遇到一株, 故此引发众人厮杀, 争抢。 十号曾经在三千州的仙谷遗地中得到过一株, 但是已经配合神药服食掉了, 只留下根筋等待它再生。 现在, 又看到一株怎不惊喜, 向前杀去。 因为, 他记得古书上还有种模糊的记载, 称八真气若是两株相遇, 可能会发生某种惊人的变化。 哄, 在这里, 他遇到了绿陀, 跟他硬汉了一拳, 在此地并无同一书院的交情可言, 只有激战, 强者夺造化。 嗯, 八真气又逃了, 禁锢大帝, 不能让他挤土盾跑掉。 众人施展秘法, 封锁大帝。 接连碰撞, 十号镇的绿驼虎口崩裂, 鲜血长流, 肉身不敌, 无法与他硬汗。 嗯? 突然, 十号看到远方清月光辉弥漫, 熟悉的气息扩散而来, 仙道气韵非常明显, 是清一。 十号非常确定, 是他随第二批人进来了, 且正在跟人交手, 被逼动用了那轮神秘的清月。 另一块区域, 梦都非常震惊, 他无论如何, 也没有想到, 这个女子, 竟能召唤出一轮清月, 洒落仙道光雨, 护住了几身。 原本, 他很霸道, 想要迅速擒住这个国色天香的清一丽人, 结果却被清月所阻, 且还有神焰着烧而来, 逼得他倒退。 你们看, 那是否跟古籍中记载的清月燕很相似, 怎么会长伴他身边? 没错, 那是清月燕。 你们是否听闻过那个传说, 仙古纪园的清月仙子, 早晚有一天还会出现在世上? 难道跟他有关? 仙月的一些弟子一轮都非常震撼, 那轮清月让他们想起了太多, 司机一些秘星。 孟都心头跳动, 暗自惊喜, 这个女人跟清月针线有关, 若是提前拿下, 伴在身边也许会有惊世的造化。 他抓紧出手, 以三道掀器压制, 且动用了秘宝, 想迅速擒住清一, 可是却不能奏效, 而且清一的那轮清月似乎要开始反击了, 比我动用杀兆, 孟都神色冰冷, 吼, 突然, 一声长啸传来, 十号凌空而至, 杀到了境前。 碰, 他很直接, 上来就是一记昆蓬拳, 震动天地, 将孟都打得倒退。 毫无疑问, 激烈战斗不可避免, 再次爆发。 噗, 孟都不敌, 早先就跟十号动过手, 那时还是围攻呢, 都不曾奈何这少年, 现在一番征战, 自觉力竭, 被朕的口中喷血。 哼, 十号的动用树种宝树, 跟孟都决战, 结果一拳将将胸部击穿, 雷霆万道, 让那里刚冲出鲜血, 又一下子浇黑了。 啊, 孟都大叫, 他觉得自己的肉身要解体了, 原神不稳, 很可能会陨落在这里, 转身就逃。 十号追击, 惊动了这片区域所有人, 这是要有年轻至尊陨落了吗? 是。 最终, 孟都逃出这片谷地, 从崖壁中冲出, 出现在两院长老面前, 险些死掉。 这是第一个退出的年轻至尊, 引发大震动。 歇院的老怪物, 了解到发生什么后, 脸色都不是很好看, 照这样下去, 那荒若是发狂, 会否将所有人都斩杀出来? PS, 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 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 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 tread并加关注, 给完美世界更多支持。 孟都败北, 险些被斩杀, 这对所有人触动都很大。 人们对于十号的战力评估再次提升, 认为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 连同样修出三道仙器的人都不敌他, 令人万分忌惮。 你没事吧? 十号看向轻衣, 轻衣摇头, 她感觉很怪, 一轮轻月悬在头顶上方, 让她神情恍惚。 在这一刻, 她像是看到了很多模糊的景象, 感觉一名带带仙子 正在向她的内心世界走来, 逐渐清晰。 轻月, 她喃喃自语, 附近, 众人都是一阵惊诧。 难道说那秘星是真的? 传说要成真了。 新年的一代真仙将要再临世间。 所有人都心头大震, 觉得不可思议, 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神色。 哼! 十号发出一声冷哼, 如神锤落下, 敲在众人心头, 让他们回过神来。 人们皆是一领, 特别是仙院的人, 更是觉得一阵发毛。 这位简直就是一个无敌杀星, 将孟嘟嘟战败了, 还有几人可制衡。 拥有三道仙器的强者, 那都是绝代人物, 未来会统一九天十地, 会成为无上强者。 可是, 那样的人物, 还是被十号险些击杀, 不顾颜面地顿走, 足以说明了, 这个来自下界的人多么的可怕。 十号现在的表现, 让这些人觉得非常不安, 都不敢靠近。 远处, 仙院那名被毁掉凤士仙金堂的女子, 见到这一幕, 心头一阵打鼓, 他真不知道, 是该庆幸, 还是要诅咒。 刷! 轻月一闪, 重新没入轻衣的体内, 柔和月光消失, 他从那种迷茫状态中, 醒转了过来。 你还不会真是一个轮回身吧? 十号问道, 不是有一些至尊证实了吗? 世间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轮回。 轻衣摇头, 但他也弄不清, 这这轮轻月, 跟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走吧, 去采摘神药。 我感觉, 这里是一个被遗弃的药园, 栽种的都是神药。 十号说道, 他带着轻衣向来路飞去, 那里有八真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比一般的神药都还要稀有, 价值更高。 在两人离开后, 这个地方不能明镜。 仙院的人都大受震动, 有一些人低语, 他所拥有的三道仙器应该, 都是自己修出来的, 不是取巧, 并非道天机。 我想, 因是如此, 跟仙古纪元的无上年轻强者一样, 都是靠自己修炼出来的, 不是被长辈造就所得。 这些话, 自然引起了巨大的波澜, 众人看着十号远去的背影, 眼神复杂又胜烈。 他们可以确定, 这是一位真正的盖带年轻高手。 仙院的人早已听闻, 当时虽有三道仙器的年轻至尊, 但有些是生生堆砌出来的, 是被大人物们相助而生的。 比如, 有些人汲取了古代的仙师中蕴含的气息, 有些人换了一具肉身。 当然, 这一世同样不乏靠自己修出三道仙器的绝代阴节, 只是难以确定哪些人是真经, 哪些人稍差一等。 而现在人们可以确定, 十号必然是一颗真经, 拦住它。 另一个方向有人大喝, 在捉疤真气, 这个地方被法阵围住了。 但是那麒麟形态的植物太灵活了, 在土层中触没, 顿数无双, 难以列取。 而且, 由于众人在拼斗, 彼此出手与对抗, 就给它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特别是当十号重新回归时, 一些人焦急, 竟直接撕开法阵的一角。 而后在外面埋伏下乾坤袋等空间宝具, 冒险争夺。 这样一来, 那八真旗更是得到了逃生的机会。 蠢货, 你在干什么? 绿陀怒了, 大骂仙怨的一位年轻男子。 是。 妖月公主也在此, 祭出一道月光, 扫向地层深处, 但还是晚了一步, 那八真旗沿着那缺口, 直接就冲出去了。 瘦。 仙怨的那名高手青翅, 催动一只乾坤袋, 堵在缺口那里, 就想收走。 是。 另一边, 王夕毫不留情地出手, 眉心发光, 元神奋出一半, 化成剑胎, 跟剑盲还有仙气凝结在一起, 直接劈了出去, 威力强决。 他以平乱绝出击, 自然恐怖无边。 仙怨的那名男子吃惊, 仓促应战, 手中一抖, 乾坤带光滑摇曳, 没有能够收走八真旗, 与之擦身而过。 不, 许多人大叫, 哄, 十号杀来, 凌空而至, 探出一只土黄色的大手, 拍击向地面, 震开土层, 而后一把抓了下去。 一时间, 土石飞溅, 五行气乱涌, 这个地方烟尘冲天。 震, 神剑清明, 展开苍穹。 荡, 荡, 大中悠悠, 生动数千里, 摇曳出时间联姻。 亡, 倒塔六层, 镇压而下, 让空间不稳, 虚空颤裂, 法则压制此地。 这些都是大道兵器, 为年轻至尊们的武器, 在这里的土层崩开时, 众人全都毫不保留地出手, 乱中攻击。 很明显, 十号那里十分吸引火力, 众人担心他得手, 不少人都是冲着他去的。 事实上, 无论是谁有可能得到八真旗, 都会在关键时刻被群起而攻之, 遭受各种法器与宝树的压制。 十号如一道幽灵般, 身体一晃, 无声无息, 横移也不知道多少里地, 避开了各种武器, 冷漠地看着众人。 他那一抓也失败了, 没有捉住八旗, 众人自然停止了攻击, 全都脸色难看, 一株稀释的八真旗, 居然就这么逃掉了, 原本都被困在了法阵中。 你这自私的小人, 绿陀怒斥, 向着仙院那名年轻男子, 攻出了一掌。 其他人也都不愤, 妖月公主扫出一道月光, 进行攻击, 就是仙院的人也恼了, 不曾相助。 这个地方一片混乱, 非常嘈杂, 十号也很恼恨,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仙院那个男子, 错失这个机会后, 便很难再次捕捉那株八真旗了。 洞! 突然, 远处一道沉闷的声音传来, 大队都在跟着抖动, 惊呆了所有人。 接着, 又是一声巨响, 跟天塌地线般, 虚空都在颤抖, 发出轰鸣声。 所有人一起回头, 在震撼中注目, 看着同一个方向。 一片最原始的符文腾起, 挤满了天空。 是纪灵文? 有人失声惊叫? 如果说, 当时有什么跟上一纪元相近, 那么就是纪灵, 不过纪灵文早已失传, 或者变了。 无论是仙谷, 还是当时, 纪灵都存在。 实力弱小地守护一个村落, 实力强大的守护一国, 或者一片大天地。 只是, 而今的纪灵跟仙谷, 又有些不同了, 只为自己而生存, 少有联系。 没有彼此秘密交流的纪灵文。 走! 一群人快速冲天, 向那个方向飞去。 十号也动身, 跟轻衣一同上路。 一座小破庙, 一座低矮的小山。 这就是目的地, 非常的简单。 没有壮丽山河, 不见秀美景象, 这里太过单调了。 小破庙破烂不堪, 马上就要倒下了。 只有一间, 坐落在山根前。 小山光秃秃, 没有植被, 以山石为主, 低矮的不像画, 勉强能称之为山, 不过百余米高而已。 可那惊人的纪灵文, 就是从山体发出的, 将虚空映照的一片璀璨。 在山体前, 有一些身影, 让十号神色严肃了起来, 不敢大意。 那是跟石冠王齐名的哲仙, 还有守护者的后代独孤云。 此外, 还有仙院的最厉害的两位人物, 此时都站在小山前。 那里的石壁上, 有一些痕迹, 刻痕模糊。 但符文却正是从那石壁中透发而出。 一道门, 就在那石壁上, 那几人刚才攻击了他, 似乎是想从那里进去。 这让众人一呆, 分明是刻下的一座模糊的门, 怎么被荡成了道路? 动。 这时, 哲仙出手, 攻击石壁上的一些图案, 非常用力。 仙院的那两人也动了, 再次出击, 同样攻击石壁。 耀眼的符号冲天, 从山体中发出, 咦, 那石门刚才像是清晰了一些。 你们看到了吗? 这石壁上的宝瓶, 刚才也在发光, 像是要真实显化了一般。 众人议论, 全都凝神关注。 你认识那些寄灵文吗? 石壁问青衣, 并不全石。 青衣道, 但还是念出了一些文字, 足以让石壁心头震动了。 五魔风天中, 就是此地, 要走这石山路。 这青衣的话, 哄, 就在这时, 守护者的后人独孤云出手, 并且他居然咬破中指, 向着那石壁滴落下一些金色的血液。 于此时刻, 变故发生。 哦! 那石壁中, 传来惊天动地的一声嘶吼, 像是从远古时代而来, 带着苍凉气, 还有一种原始与狂野。 随后, 人们震惊了, 因为那石壁上的门中, 竟真的出现了一道模糊的身影, 像是从天地的尽头走来, 慢慢接近。 天啊, 这不是刻在石壁上的一道门吗? 怎么真有生物在里面行走? 这是要过来了吗? 有人大叫, 那道身影很模糊, 但是也很涉人, 带着一股霸气, 还有一种兴奋与蛮横, 快速奔跑, 震动天地。 就是山体外, 众人所在的这片世界中, 大地也跟着抖动, 跟着共鸣。 吼吼! 随着一声大吼, 这山体剧烈摇动, 那道贝克在石壁上的门中, 突然间探出一只手, 模糊糊, 伸了出来。 那身影要出事了? PS, 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 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 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 TRAB并加关注, 给完美世界更多支持。 那只手毛茸茸, 长满了红色的长毛, 是人手的形状, 但总会在第一时间, 让人想到是兽长。 他居然从石壁中探出, 从那道被刻画出的门中出现。 所有人都呆住了, 刻画在岩壁上的门, 怎么真的成为了一条路径? 吼! 那声音阵的人, 耳膜都要破裂了, 这方乾坤剧烈地颤抖, 那生灵艰难地挣扎着, 想要脱困, 从石壁中挣脱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许多人都不检, 石刻图复苏, 画中人要出事。 这真的很诡异, 令人心脏剧烈跳动。 一股蛮荒气息扑面而来, 他宛若从远古奔跑而至, 想要在这这一世现身, 跟当世人结争霸。 只是, 几次努力都没有成功, 长满红毛的手臂伸出后, 那具躯体就再也难以动弹了, 不能闯出。 哼! 仙院的两名高手冷哼, 一同上前, 就要出手。 闪开! 守护者的后代独孤云断鹤, 一瞬间, 他浑身金色血气滔滔, 连满头密集的乌黑长发都变成了金黄色, 整个人的气势提升了绝颠。 这一刻, 他的神色是严肃的, 也是郑重的, 同时眼底深处还有一种激动, 迫不及待, 挡在石壁前。 石壁中, 那身影像是有些顾忌, 怕被暗算, 竟倒退了回去, 那条手臂从外界消失, 重新回归刻画的石门内。 独孤云双臂斩动, 竟结成莫名法印, 不时拍击那石壁。 形成奇异纹落, 这既像是强大的攻击法术, 又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 而且, 在此过程中, 他的一根手指始终在躺写, 金色血液全部落在石壁上, 如同干旱的沙漠金粒与鹿都滋润了进去。 你在做什么? 仙院那两人喝道。 哲仙一神色微变, 盯着守护者的后人, 飘逸出尘的气质有所收敛。 略显凌厉, 背后浮现一头真黄虚影, 随时要攻击。 阿姆独落。 就在此刻, 石壁中传来低沉的声音, 那条毛茸茸的手臂又出现了, 感受金色血液气息同时像是在问话。 几乎所有人都听不懂, 那声音晦涩, 阴结古老, 并带着一股奇异的魔性力量, 即可以斩伤人的魂魄。 驼看尼玛莎, 独孤云在回应, 神情越发地庄重, 那手指上的金色血液不断躺落。 汇聚像石门, 你必须要有一个解释, 在做什么? 这个时候, 石冠王也出列了, 站在那里, 手持世界树幼苗, 而且, 石号现身, 无比严肃, 散发可怕气息, 金的仙院, 还有天神书院, 不少人都倒退, 觉得非常危险。 石号不得不出列, 守护者的后代所做的是太异常了, 无论怎么看, 都像是在破解封印, 让他生物过来。 尤其是想到独孤云的来历, 就更加让人不放心, 毕竟他曾在世界另一岸生活, 根本不是在九天十地长大的。 抑郁的强者将他送回来, 本身就不正常。 你听得懂吗? 石号暗中问青衣, 青衣簇眉, 在思索着, 在跟体内的青月共鸣, 想要弄清楚, 那两人究竟在交流什么。 莫道, 你过来。 石号一眼看到了自己收服的抑郁强者, 他正好也赶到此地, 此时进入出震惊之色。 石号自然是心头一动, 召唤他过来, 问他是否听到了那些话语。 莫道心有抵触, 但还是开口, 啊, 这是世界另一岸的语言, 我听不懂, 但是明白, 这是最古老的皇族语言。 这绝对是惊人的消息, 人们神色大变, 呼拉一声, 绿陀, 折仙, 仙院的人都围了过去, 要镇压独孤云。 因为, 他的行为太可疑了, 居然能用异域最古老的皇族语言, 同那石壁中的生灵交谈, 让人一下子就产生了不好的联想。 因为, 按照莫道所说, 就是在世界另一岸, 也没有多少种族可以听懂, 唯有少数皇族才能理解。 这是不朽之语, 是大道真言, 这种语音本身就是道的体现, 可以化成最强大的咒语。 哄, 折仙出手, 十分果断, 在其身后一头真黄浮现, 鲜艳的羽毛, 璀璨的神光, 照耀天语, 俯冲向石壁, 冲杀向独孤云。 是, 守护者的后代, 通体黄金血气沸腾, 形成一股风暴, 而当中蕴含着一道模糊的身影, 如同一尊至高无上的战神, 立抗真黄。 这个地方咚的一声, 虚空暴碎, 两者才一交手, 就造成了最可怕的破坏结果。 就是修出三道仙气的年轻至尊都倒退, 不愿轻易被卷进去, 一个个都神色凝重, 因为两人实力太强大了。 就更不要说是一般的人了, 都面色发白, 祭出仙气, 守护躯体, 快速倒退。 哄, 石冠王动了, 手持世界树幼苗, 直接向着那面石壁轰去, 造成了最为可怕的场景, 天崩地裂, 鬼哭神嚎, 混沌气四溢。 他的目标那是到石门, 还有那探出来的手掌。 嗷, 一声嘶吼, 红大而嘹亮, 像是在众人的耳畔炸开, 惊得人毛骨悚然。 那石壁在发光, 上面浮现诸多的符纹, 尤其是金色血液流淌, 将所有石刻痕都填充满了, 令石门晶莹 近乎透明了起来。 在那里, 释放出一股非常可怕的气息, 封印解开了。 有人惊叫, 猜出这样一个结果, 不禁胆寒。 那石门发光, 居然挡住了世界树幼苗, 强得离谱, 各种符号与文络密集交织, 十分的神秘。 接着, 不仅是那条手臂探出, 接着是半截身子, 而后是整体。 一个生灵它过来了, 哄, 一种莽荒气息, 一股狂野的力量。 随着这个生灵踏出石门, 铺天盖地而来, 它冷冷地扫视所有人。 这是一头人形的生灵, 但不知是和种族, 浑身都长毛了赤红色的毛发, 比常人高出一头, 而眼睛则是银色的。 在场的年轻至尊, 难得的一次齐心合力, 分别站在一方, 将此地围住, 各自寄出兵器等, 随时要发动雷同一击。 独孤云上前, 跟他几乎要触碰到一起。 折仙, 石关王退后了几步, 没有立刻出手, 因为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想静观其变。 这个地方一下子安静了, 所有人都不开口, 都想看一看守护者的后人, 到底要做什么。 当然, 更有许多人异常紧张, 毕竟莫名放出一个生灵, 谁能安心。 古罗莫斯, 独孤云开口, 认真而又严肃, 最后甚至大声, 吓吼了起来, 跟那生灵要翻脸。 那满身都是赤红色毛发的生灵, 冷幽幽地开口。 银色的瞳孔, 射出金属般的光束, 语气非常强硬, 跟守护者的后代对话。 众人都不解, 他们在交谈什么, 独孤云到底有什么目点。 所有人都想知道。 有人想捕捉他们的神念, 但是吃惊地发现做不到, 全都失败了, 一些人更是因此而遭遇反噬, 眉心躺险。 你一句都听不懂吗? 十号问莫道, 这种不朽的语言, 连世界另一样的诸多强大种族 都没有资格学习, 只掌握在极少数的皇族手里。 莫道无奈, 他很强, 但他的种族却难以排在前列。 就在这时, 轻易睁开了眼睛, 身体有一层圣洁的月华躺过。 他开口了, 道, 我听懂了一些, 附近的人都吃了一惊, 就是哲仙, 王熙, 石棺王, 仙院的大高手等, 都惊得一起望来。 守护者的后人在问, 他们这一脉的族群七居地, 如何前往? 他在寻一条古路, 王熙的话语, 让人震撼, 而他接下来的一些解释, 更是让人目瞪口呆。 独孤云在追问, 那满身都是红毛的生灵, 究竟如何找到那条路, 前往一处密地? 众人发证, 守护者一脉不是灭绝了吗? 有数的几人, 几乎全部战死。 可是, 听到轻易后来的解说, 他们击零零打了个冷战, 那所谓的族群七居地, 是另一个地方, 是其祖居地。 天哪, 守护者一脉的发源地? 还有一些人存活, 似乎不属于九天十地。 这个族群得多么强大? 众人感觉寒毛倒数, 当年从这个族群走出来的一部分人守护天地, 便被称呼为守护者。 若是那发源地另一部人都过来, 得多么地恐怖。 很快, 人们想到了一个问题, 而且还是最近才了解到的秘星。 拥有金色血液的生灵, 号称无敌的种族, 在先古年间, 还有其他传说中, 他们是四大之强血脉之一。 四大之强血脉之一, 独孤云的种族, 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族群, 难道并未灭绝? 可怕, 也许所谓的四大之强血脉之一称号的由来, 是该族发源地的那部分人, 正来的赞语。 所有人都感觉一阵凌乱, 心头波澜起伏, 难以平复下来。 仙谷有秘密, 有太多的未知。 而今这一世有许多往事, 似乎都会再次浮现出来。 独孤云被送回这个世界, 究竟有什么使命, 会帮助抑郁, 还是在追寻他自己的族群所在地? 人们带着疑惑, 心中不宁, 希望这个地方, 不要发生什么惊天变故才好。 还有一些人想到了很多, 不久前他们曾得西, 守护者一脉的金色血液, 可以化成黑色, 一旦到了那个时候, 就不是圣洁气息了, 而会变得狂暴, 试杀, 充满魔性力量。 除此之外, 众人还听闻, 独孤云曾前往太出骨矿, 想要追查什么, 结果骨矿中涌出黑血, 从骨矿出口漫了出来。 有骨怪? 这浑身都是红色毛发的生灵, 有多强? 我们不会都要死在这里吧? 无妨, 可以一战。 此时, 朱强又是紧张, 又是兴奋, 还有一种探知的欲望, 都想将事情弄个清楚与透彻。 阿图陀兰那生灵开口, 银色的瞳孔射出悠悠光芒, 冷而刺人, 满身红色长毛, 看起来很瘆人。 就是在他的面部上, 也长满了这种血色的毛发。 除却双目外, 面部都被遮住了。 他在回复守护者的后人, 在跟他交谈, 言语有些激烈, 很是霸道与强势, 根本就不怕此地众人。 让人稍微安心的是, 他很强, 但是境界不见得比众人高多少, 很有可能同年轻至尊, 同处天神绝颠。 而且, 有人通过奇异出的 丝丝缕缕血气等, 感受到了一股蓬勃的气息。 这是一个年轻的强者, 飞锤锤老矣。 被封印的生灵, 天知道他熬过去了多少年, 他怎么可能还会这么年轻? 众人惊疑不定, 有些猜不透, 看不明白。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不是活化十级人物, 众人才心中稍有底气。 恶多谢。 独孤云怒斥, 跟他争辩, 胸膛剧烈起伏, 非常的不甘于愤怒。 他们是何意? 在争论什么问题? 十号问道, 莫道摇头, 他一句也听不懂, 这是异于最古老的皇族语言, 就是当今一些皇族 都不见得能掌握。 轻易的一双美目, 竟闪动出一缕缕青色月光, 柔和而神圣, 整个人都沐浴在 成片的圣洁的月光中, 超尘脱俗。 他们再谈一个地方, 是身体内有金色血液的 神圣种族的故乡。 独孤云想追寻路途, 前往那里。 而那个生物告诉他, 不可能。 从那里出来生灵, 沾染了红尘气, 便再也回不去了。 轻易的话让人震惊, 那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从里面一旦出来, 就不能回去了。 守护者的故乡, 充满了谜, 似乎非常的神圣。 不容尘世气息进入, 那里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 按照那红毛生灵所说, 独孤云的祖上, 也就守候护者一脉, 是从那里出来的, 便再也回不去了。 就更不用说, 是他们的后人了。 红毛生灵不愿告诉独孤云, 怕他贸然寻觅, 引出不必要的麻烦。 轻易补充, 众人神色一阵, 那里有让一语都忌惮的事, 独孤云与他争吵, 显然不认同, 他想寻到那条古路, 想要回归祖先生活的净土, 在那里让其金色血液更为浓烈, 强大。 孤似涅腾, 那遍体, 血色毛发的生灵, 银色毛子发出冰森的冷光, 在警告独孤云不为所动。 守护者的后人, 遍体金光, 长发都如黄金铸成, 气息破人, 向前迈动了半步, 跟那生灵都触碰到一起了, 也非常的强势。 哄, 在那两者间, 爆发出滔天神焰, 剧烈燃烧, 将半边天空兜坟的扭曲, 要崩塌了。 这是神力化成的符文, 神焰并非真正的火焰, 而是大道闻落赤圣道极致显化出的闻落所致。 那生灵说, 一旦沿着那条古路寻到尽头, 开启戒门, 进入那里, 会召唤出莫名强人。 清一说道, 他在根据那两人的争吵而进行翻译, 有时很精准, 有时有些话语的意思表达得却很模糊, 因为他也不能全部听懂, 但阐释出的部分话语, 就足以让人再次目瞪口呆。 那个地方, 不仅有金色血液的生灵, 还有其他可怕族群, 一般来说, 不会踏足红尘, 可一旦被召来, 那后果将极为严重。 红发生灵不想节外生枝, 故此不告诉独孤云, 世界另一案的皇族给我承诺, 寻到你们, 便能得到路径, 为何拒绝? 独孤云怒吼。 这一次, 他是用九天十地的语言喊出的, 情绪激动, 怒发冲冠, 一把揪住了那头生灵胸前的红色毛发。 你敢对我动手? 此时, 那红色生灵也不说古语, 而是以神念发音, 因为这不涉及隐秘了, 他一声嘶吼, 附近的大地崩裂, 虚空模糊, 曲折。 哄, 在两者间, 爆发出了惊人的符号, 密密麻麻, 他们爆发了大战。 红毛生灵抬手间, 就抓住了独孤云的一只手腕, 反向扭动, 神光腾腾, 赤霞燃烧, 神力如同汪洋般汹涌。 一刹那, 两者的手臂间, 就冲起数种大神通, 在那里对抗, 搏杀。 动, 虚空炸开, 仙气弥漫, 两人同时被震得倒飞了出去, 彼此间呵斥, 不断交手, 催出成片的大道神闻, 便是各自倒飞, 他们依旧在激战。 呛! 在那红毛生灵的手中, 出现一杆神朔, 似毛非毛, 比毛更凶猛。 但凡使用这种兵器的人, 都勇力过人。 同一时间, 守护者的后人, 独孤云手中出现一杆天歌, 同样是重型兵器, 敢使用者, 都是神勇金士之辈。 两杆兵器暴涨, 风润处冲出去数百丈长, 跟两座金色小山似的, 撞在一起, 火星四箭。 同时, 还有两种大道神鹰, 在这里绽放, 形成可怕涟漪, 碾碎虚空, 更是让诸多观战者, 受到了剧烈的冲击。 折仙, 王熙, 绿陀等人还好说, 毕竟修出了三道仙器, 可以护体, 但其他人就不同了, 一些仅有一道仙器的人口鼻翼血, 身子亮枪倒退。 可见, 这一次的兵器碰撞, 多么的可怕, 因为这是稻器, 是他们的成道之物, 可以伴着他们一同成长。 此时, 兵器那里发出的涟漪, 是两人的神通叠加与释放, 哪怕相距足够远了, 也还有莫大的威能。 独孤云落地, 手持天歌, 容貌俊美, 长发披散到妖际, 通体散发金光, 越发地璀璨了, 如同一轮太阳燃烧, 降落在此。 他手持兵器, 摇指前方, 面色肃木, 带着一股冰冷的沙意。 对面, 长满红色毛发的生灵, 格外的高大, 落地的刹那, 抬手间就隔空拘进过去三名修士, 两名属于天神书院, 一名属于仙院。 扑! 他右手持神朔, 左手扑的一声, 将其中一人的天灵带抓碎, 鲜血沿着他的手臂向上蔓延, 蒸腾其旺盛的生命精气。 这些发生得太快了, 那三人来不及逃避, 其他人也没有时间阻止。 啊! 那人惨叫, 几乎在一瞬间, 躯体就干枯了, 肌肤瘪了下去, 快速裂开, 如同风干的老橘子, 褶皱而枯笑。 这让人胆寒, 一刹那, 此生灵就将一味修士的生命精气吸干了。 被风无尽岁月, 很久不曾享用血食, 这种感觉真的很舒畅。 红毛生灵露出陶醉之色, 无比享受。 在他说话间, 他脚下踏着的两人, 也已经干枯, 一缕又一缕精气, 化成赤匣, 沿着的脚底板没入他的体内。 可以清晰地看到, 他的双腿在发光, 若非有毛发阻挡, 都近乎透明了, 两股澎湃的生命精气涌入其体内, 进行补充。 你敢! 许多人大怒, 反应过来后大声呵斥。 时代真的变了, 当年供奉我等位神器的渺小族群, 已经敢对我挥动屠刀了吗? 那长毛红色毛发的生灵说道, 他手持神朔, 伸了伸懒腰, 无比放松, 方才吸干了三明修士, 像是让他很满足, 精气神更充沛了。 咔嚓! 而在他斩动躯体时, 在红色毛发间, 发出清脆声响, 并且随着他向前迈步时, 一块又一块灿烂的物质从直落, 从毛发中坠出, 掉在地上。 那是什么? 许多人惊异, 感受到了一股神圣气息, 那像是某种江叶凝固形成的东西, 以前曾封着这头生灵, 这是他能活到这一世的根本原因所在。 王熙开口, 不然的话, 凭借此人的境界远不能长生, 无法活下来, 且保持在青年状态。 那是不朽者祭练出的新号新号, 可以封印万物不符, 能存世漫长岁月。 莫道也开口, 露出吃惊的神色。 十号转身, 看向他, 虽然未开口, 但询问之意明显。 我想我猜到了, 这是世界另一案, 某一非常古老的皇族的后代, 他们这一族被封于此。 莫道开口, 你还知道什么? 十号继续问道, 这里应该有一枚道种, 该皇族出动应该就是为他而来, 那枚种子号称天种, 让某一位无上大人物都曾遗憾过。 莫道轻语, 大人物遗憾过? 十号惊讶, 很是不解。 是, 某一位巨头, 成就了不朽之位, 四级年轻时代的往事, 曾遗憾错过了一枚天钟, 如果以他成道, 成就将会更恐怖, 无法想象。 莫道说道, 十号吃惊, 一下子想到了很多, 传说果然并非空穴来风, 五魔风天种, 这里真的对应又一枚奇异的道种, 连抑郁的生灵都曾惦记, 念念不忘。 若是一般人也就罢了, 那可是一位不朽者啊, 可以与世长存, 始终不死。 那位巨头很强, 没有人知道他诞生在何年代, 还没有听闻过他有败迹, 在世界另一岸的神庙中所供奉的神像位列内, 必然有一尊是他。 莫道这般开口, 这样的消息太惊人了, 一位无敌的巨头, 一个至高的生灵的遗憾, 那天种得多么的不凡, 这个地方很危险, 所谓的风在丹炉中炼药, 恐怕封着的是异域某一皇族。 轻衣做出这样的判断, 眼前这个红毛生物绝非仅有的一个, 肯定还会有其长辈, 有更加强大的存在, 只不过只有眼前此人脱困了。 红毛生物又动了, 挥动手中的神术, 天风号星号星号, 虚空崩塌, 带着混沌气, 风锐朔任闪动着刺眼的光幕, 刺向前方。 当! 守护者的后人独孤云, 身体若黄金铸成, 灿烂夺目, 手持天歌迎了上去, 以硕大的重型兵器披杀, 两杆神兵撞在一起, 如同金属小山轰杂, 火星四箭, 神盲迸发。 这个地方就跟发生了行星碰撞般, 让天地裂开, 响声震耳, 耀眼的光芒挤压满每一寸空间, 令人神魂悸动。 这是一场大决战, 两人针锋相对, 彼此间实力相仿, 一时间难以分出胜负。 众人变色, 就是绿驼, 腰月等人也都吃惊, 感受到了一种威胁, 他们修出了三道险器, 可是看着这两人街, 神色凝重。 太强了, 少有人可敌, 没有几人能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 有人叹道, 你真想踏过那道剑门吗? 那浑身长满红毛的生物大喝道, 想, 我要回归祖地, 沐浴金色的圣河, 让自身发生蜕变, 金血沸腾。 独孤云说道, 这是一种仪式, 更是他们这个族群的涅槃之旅。 如果能够经历这样的洗礼, 会让自身更加的强大, 走向最绝点。 那里不止你们一个族群, 还有其他族, 没有人会让你通过戒门, 一旦发现, 杀无赦。 红毛生物说道, 这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只需说出, 寻到戒门的古路。 独孤云执意要前往, 很好, 既然你如此执尿, 我给你机会。 红毛生物冷悠悠地树道, 银色的瞳孔一下子深邃无比, 而且, 它向后退去, 收起神朔, 停止了战斗。 这片地方很残破, 地下分明有神文等, 可还是被打得崩开了, 只有那一座破庙, 以及此地的低矮山体还在。 红毛生物一手指向山壁, 道, 将我的祖先放出来, 我便告诉你。 轻衣第一时间将他的话语一出, 告知了众人, 顿时令此地喧嚣, 所有人都不能宁静了, 皆怒怒而逝。 真嚣张, 你是我们如无物吗? 当着我等的面, 敢说这种话? 当即, 就有人炸毛了。 虽然知道这个生灵很强, 但还是忍不住呵斥, 以神念传音。 那红毛生灵高大魁违, 以神朔主地, 邪逆说话之人, 浑然不放在眼中, 冷声道,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我说话你也敢插嘴。 说话间, 他抬起了右手, 巨大的光芒浮现, 形成一只龙爪, 而后向着那人迅速抓去。 吼, 大龙咆哮, 那巨大的龙爪撕裂长空, 一下子就到了境前, 铺天盖地, 让那人神色骤变, 发现无法动弹了, 被禁锢在原地。 毫无疑问, 如果无人出手, 他必死无疑, 跟着红毛生物相比, 差得太远了, 众人自然不会做事, 十号簇眉, 就要动手, 不过玄坤离的较劲, 已经长效, 一拳轰了过去, 阻挡那龙爪。 当! 虚空中, 拳头与龙爪碰撞, 竟如打铁般, 金属颤音, 险些穿透众人的耳膜, 太烈了。 两道真仙气, 还有一道伪仙气, 也敢在我面前显露, 不嫌丢人现眼吗? 红毛生灵说道, 这次动用了神念, 所有人都能听懂。 你嚣张! 玄坤大怒, 毕竟T外有三道仙气, 是天神镜的绝顶高手, 还从未有人敢这样羞辱, 与看不起他。 不是我说你们, 如果单打独斗, 一个一个来的话, 我一个人杀你们全部。 红毛生灵单手持神术, 点指众人。 哄! 回应给他的是, 玄坤的一掌, 五指并拢, 根根晶莹, 射出五色霞光, 流动五行神力。 其他人也都有怒意, 这个红毛生物, 被封这么多年, 还如此桀骜, 轻视九天十地的猪熊, 让人恼火, 都希望玄坤大胜。 是! 神术发光, 上万道赤裂神盲迸发, 崩开虚空, 红毛生物太强大了, 就这样持神术, 轮动而下, 神勇不可挡。 他想将玄坤的手掌废掉, 那神术的锋刃血量, 映照出朱天, 释放混沌器, 异常地可怕。 一瞬间, 这里道阴隆隆, 玄坤掌力如山洪爆发, 神文交织, 密密麻麻, 将这里笼罩。 并且, 他又快速结印, 动用了一种古天弓, 可以说施展出了最强大法, 想震杀这红毛生灵, 袭击胜出。 两道身影缠绕在一起, 无比激烈。 突然, 那红毛圣灵的周围出现一朵又一朵金莲, 花瓣巨大, 将它包裹在当中, 竟有万法不清之事。 这非常突兀, 玄坤的攻击险些失效, 尽管他奋起拼斗, 但还是处在下风。 是! 神朔如虹, 劈碎天穷, 一下子劈了下来。 化成万道, 到处都是朔影, 冷冽而锋锐, 可怕无边。 玄坤不敌, 而且谁也没有想到最后几招时, 会无比的惨烈。 扑的一声, 鲜血溅起数十尺高, 神朔的锋锐处, 比天刀还可怕, 斩落下来。 烟红的血腾起, 伴着一声闷哼, 玄坤的右臂被斩落了。 而在此过程中, 他想拼个两败俱伤, 一只手打向红毛生灵, 可惜被其体外的金色连半挡住了。 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组, 玄坤右臂被斩落的刹那, 陷入了更为危险的境地。 红毛生灵嘴角擒着一缕残忍的笑意, 目光犀利, 挥动神朔, 横扫而来。 扑! 血光崩起, 玄坤一声大叫, 经历了一个最为痛苦的过程, 身躯断为两节, 栽倒了出去, 坠落在血泼中。 他被腰斩, 被那神朔的锋刃从劈断脊椎骨, 拦腰折断, 惨不忍睹。 就凭你, 一个伪至尊, 也敢跟我争风? 无奈皇族年轻至尊, 红毛生灵断鹤, 再次挥动神朔, 就要披向玄坤的头颅。 许多人怒吓, 变故太突然了, 众人想阻止。 只是太远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 是! 剑气冲销, 此时拥有三道仙气的两院天骄, 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皆先后出手。 但是, 真是有点远, 有些来不及了。 当! 关键时刻, 站在最前方, 跟红毛生物最近的独孤云弹指, 飞出一道刺目的指芒, 抵住了神朔。 而后, 他更是跟进, 以天歌相击, 火星四剑, 仙气沸腾, 挡住神朔。 你想做什么? 不想知道古剑门在哪里了吗? 红毛生灵大喝。 这个时候, 其他人的攻击到了, 神红如雨, 铺天盖地而来, 向着他打去。 就是红毛生灵在拖大。 也不敢硬汉, 这里可不是一两位年轻至尊, 这样同时出手, 若是正面拼杀, 他肯定要被打爆。 杀! 他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快速向后退了出去, 一下子就到了石壁前, 随时可以退回那门中世界。 有人上前, 将玄坤的两节躯体抱走, 玄坤痛苦难挡, 神朔上蕴含着可怕的神闻, 斩断其躯体还不算, 此时还在侵蚀其精气神, 让肉身萎缩。 他的两段躯体对接, 尽管快速止血, 长在一起, 但骨骼与脏腑等却碎裂, 遭受了残留神闻的腐浊。 玄坤失去了战力, 不能出手了。 一群肉驼, 也敢跟皇族争锋, 不知死活。 红毛生灵冷声说道, 人们的神色历史就变了, 皆愤怒无比, 所谓的肉驼, 就跟凡人续养的鸡鸭牛羊一般, 是盘中餐。 他居然这样比喻, 轻视与看不起在场的修饰。 呼啦一声, 一群人围了上去, 要群起而攻之。 红毛生灵, 直见一手撑开了石壁, 转身就要走。 有种跟我担任决战, 或者我允许你们两三人, 一同跟我激战。 可敢, 这是星号星号罗的挑衅, 根本不将众人放在眼中, 对于修出三道仙气的年轻俏, 更是轻蔑无比, 居然允许他们联手。 所有人都酝酿着一种情绪, 仙怨的高手最先忍不住, 让人们止步, 要出手跟他争锋, 满足你想大败的愿望。 红毛生灵冷笑, 少张狂, 过来一战, 那人喝道, 红毛生灵没有理会, 而是再次看向独孤云, 道, 你想好了吗, 答应我的条件。 可以。 独孤云点头, 你, 远处, 所有人都变色, 又惊又怒, 守护者的后人, 居然要跟异域的皇族站在一起了吗? 很好, 你看到这石壁上的图文了吧, 那个宝瓶内, 有一枚天种, 只要移走它, 就可救出我族的那些高手。 红毛生灵指着石壁, 在山壁上, 除缺那道门户外, 还有其他客图, 最为吸引人的是一个宝瓶, 在那里气象万千, 要透壁而出。 宝瓶温润经营, 虽然是石壑, 但此时却有萌萌光彩流动。 所有人都心神俱正, 天种真的存在, 而且就在那个宝瓶中, 怎不让人激动? 看着在石壁上, 是客图, 其实在里面的事件, 需要你进去, 可一举两得, 因为你有机会获取无上巨头, 都遗憾不曾得到的那枚天种。 红毛生灵蛊惑, 我要怎样做? 独孤云平静地问道, 需要你的金色血液, 最好也有其他保险。 红毛生灵说到这里, 看向众人, 而后一眼望到了王熙, 你刚才曾以剑气攻击我, 怎么看都像平乱绝? 难道是当年挡住了我借大军那个强人的后代? 你过来, 他所说的那个强人, 但于仙谷纪元中期, 曾仗剑出击, 挡住异域大军入侵, 成功平乱, 有不败的称号。 少废话, 先跟我一战。 仙院的人冷声道, 满足你。 红毛生灵出击, 跟那人在石壁前决战, 结果很残酷, 仙院的那位高手, 被他用神术动穿, 挑了起来。 你赶过来一战吗? 他的生死取决于你。 红毛生灵跟王熙说道, 所有人都心头震撼, 有些发毛, 这个异域皇族高手太厉害了, 连续杀败两位年轻至尊。 王熙秀丽容颜变色, 若是不出手, 仙院到时候肯定会怪他, 唯有一战。 扑! 仙院的那人被甩了出来, 鲜血染红躯体, 那神术刚才洞穿了他的胸腹, 伤口可怕的吓人, 贯穿肉身, 前后透亮。 杀! 红毛生灵喝道, 跟王熙站在一起, 激烈搏杀, 要压制平乱绝。 许多人都平住了呼吸, 无不希望王熙获胜, 因为这个异域皇族高手太嚣张了, 是他们如草芥与土狗。 可惜, 愿望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大战多时, 王熙不敌, 被对手的金色莲花瓣防御住剑气, 神朔则冲着他而来。 扑! 王熙尖头鲜血流淌, 虽然不至于垂危, 但负伤了, 量呛后退。 红毛生灵并没有追击, 而是抓住了洒落下的鲜血, 用嘴尝了尝, 道, 是这个味道, 也许也能用以解封, 算是一种宝血。 很快, 他抬起了头, 如神灯般璀璨, 只是群雄, 而后一眼盯住了轻衣, 道, 能听懂我的古黄语, 体内还有莫名仙道气息, 就是你了, 下一个轮到你, 过来, 我需要的你血。 人们难得地, 在这一刻没有鼓噪, 没有愤怒, 而是静了下来, 一起望向轻衣那里, 因为, 人们知道, 那里还有一个杀星, 想必现在要出手了。 果然, 十号迈开了脚步, 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道, 等这个机会很久了, 早就想跟世界另一岸的皇族一战。 你算什么东西, 我要的是那个女人, 而不是你, 滚开。 红毛生灵巨傲无比, 竟然这般赤道, 杀你的人。 十号不怒, 但是语气却森冷无比, 直逼向前。 这绝对算是针尖队脉芒, 一个是荒, 一个是异域皇族翘楚, 这两人队上, 不分个生死, 不打个昏天暗地, 鬼哭神嚎, 不可能罢首。 红毛生灵相当地自信, 一只手挖了我耳朵, 轻慢到极点, 道, 我没听清, 再说一遍。 这种随意, 这种当众掏耳朵的动作, 真是张扬而狂放, 浑然不将十号放在眼中, 这是一种侮辱与取笑。 斩你, 十号这次更简洁, 只有两个字, 而且放开脚步, 快速临近, 就要到眼前了。 蠢货, 给你机会不懂珍惜, 还真敢再说一遍。 那就上路吧。 红毛生灵翻脸, 右臂斩动, 使许长红色毛发翻动, 手掌巨大而有力, 直接就扇了过来。 连拜三大高手, 腰斩玄坤, 生情仙怨高手, 击伤王熙, 令红毛生灵越发轻视这一届的人, 直接就要给十号一记耳光, 这绝对是一种侮辱。 哪有一交手, 就这般跋扈的? 他这完全是一副 唯我独尊, 弃吞山河的架势。 十号毛子深邃, 依旧如刚才那般, 气机内敛, 身体如一株神柳, 随风而摆动, 避过那一巴掌。 是! 那红毛生灵的手掌回旋, 划出一道弧线, 蕴含着大道纹落, 化作一方乾坤, 又一次镇压而下。 这类似掌中世界, 是一种大神通, 还等我亲自动手吗? 你如果够聪明, 就直接自觉吧。 我已经失去耐心, 不想浪费时间。 红毛生灵说道, 别说是十号, 就是那些观战者, 都一阵咬牙。 他太嚣张了, 不将这一届的年轻修士 放在心上, 心号心号裸的蔑视。 哄! 就在这一刻, 十号爆发, 全方面地开启自己的身体宝藏, 各种潜能接触。 他一下子就被一团光笼罩了, 撑开了唯一洞天。 如同被一轮金色的烈日 遮在当中, 实在太璀璨了。 这一刻, 就是守护者的后人独孤云 都有一种错觉, 误以为这是他们一脉的人。 因为十号此时 被赤圣光滑笼罩, 从发丝到肌肤, 从头到脚, 都是绚烂的, 黄黄之光刺目, 由若神经铸成, 就跟流淌有金色的血液的生灵一般, 从头到脚都化成了金黄色。 十号的唯一洞天出现后, 迅速扩张, 将红毛生灵都要遮拢进去了。 你, 这一刻, 抑郁的皇族乔楚大吃一惊, 他感觉到了莫大的危险, 浑身血色毛发, 根根倒数, 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一刹那, 他释放各种神通, 大到纹落密密麻麻的出现, 要压制十号, 想将他击毙, 只是, 让他惊悚的是, 他的法力在崩散, 神通被瓦解, 全都失效了, 法力免疫。 这一次, 十号动了真怒, 一上来就运转杀手锏, 因为红毛生灵的言行太过分了, 就是泥人还有三分火气呢, 更黄认识他, 由初时的刻意掩饰, 到现在的全方位爆发, 十号将红毛生灵打了个措手不及, 有点发猛, 你这神通, 是我借某一皇族的天赋本领, 他失声惊呼, 全力对抗。 在异域, 有一皇族就是靠此制霸天下, 无人可与之争锋, 是镇教绝学, 各方高手, 弹级都要变色, 这件事不少人已知, 在莫道被十号降服之际, 曾当着天神书院众人的面讲过, 红毛生灵不知有慌这好人, 现在自然震惊, 一记昆蓬拳打出, 天地暴动, 金色神语漫天, 十号以压倒性神通, 还有权力砸来, 红毛生灵银色瞳孔收缩, 现在再也不敢轻慢, 集中全身的精气, 奋力拼杀与对抗, 他知道神通无效了, 只能靠他强大的肉身之力, 哄, 大道隆隆, 奇音震耳, 昆蓬符文漫天, 将他的拳头禁锢, 唯一洞天也在发光, 定住其身形, 红毛生灵怒吼, 这种感觉太糟糕了, 这才开始交手啊, 居然就被人抵消法力, 锁定肉身, 太不妙了, 动, 十号这一拳打得虚空轰鸣, 太过刚猛, 没有任何悬念, 一拳在砸了红毛生灵的脸膛上, 简洁而有力, 别说是红毛生灵, 就是观战众人都看得眼皮直跳, 为他感觉到剧痛, 这也太狠而准了, 那脸糖都要凹陷下去了, 哗, 红毛生灵大口喷血, 半张脸剧痛, 血肉凹陷, 钻心般的疼, 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 被人当着面, 以拳击脸, 啊, 他大叫着, 当中蕴含着无尽的愤怒, 还有一种憋屈, 满头红色长发倒树, 双目射出燃烧般的银芒, 他真的被气坏了, 这是一种羞耻, 更是一种侮辱, 堂堂皇族翘楚, 居然被人一拳轰在脸颊上, 从未有过, 不远处, 所有观战者在经历了最初的心筋肉跳后, 一致尝出一口气, 那是一种十分舒畅的感觉, 就像是紧张过后, 看到了满意的结果, 如释重负, 因为红毛生灵太张狂了, 刚才那种咄咄逼人的强势, 让许多人愤怒, 心中发闷, 现在都觉得长出了一口恶气, 你鬼叫什么? 十号赤道, 接着又是一拳砸来, 这一次不再是昆蓬树, 而是带着雷电, 电光一树又一树, 从他的拳头上迸发, 砰, 这一拳太实在了, 结实地打在红毛生灵的面门上, 重重一击, 让他头昏眼花, 险些一头栽倒在地上, 他的面门淌血, 略微下凹, 剧痛刺激的他, 银色眼眸充血, 近乎赤红了, 奈何, 他的神通失效了, 而且被唯一动天禁锢, 虽然还能动, 但是行动迟缓, 遭遇了最严重危机, 琵琶声不绝于耳, 十号这一拳轰在他的面门上, 不仅是肉体的力量, 还有雷电, 现在全面爆发, 可以清晰地看到, 他满头赤发, 被电弧冲击地焦黑, 至于整张脸, 更是毛发脱落, 化成了一张黑脸, 且发出一些胡味, 这种刺激太严重了, 红毛生灵气的险些昏厥过去, 从未有之耻辱, 众怒睽睽之下, 他居然被人这样暴打, 最为过分的事, 都记在他的脸上, 而且, 这个人在不久前还被他轻视, 看不起呢, 结果转眼间而已, 他就被此人拎着痛揍, 这还有天理吗? 红毛生灵恨欲狂, 简直要疯了, 当然, 最为吃惊的事, 还是观战的众人, 无不目瞪口呆, 天神书院的年轻修士, 不是不知道荒很强, 但现在这个结果, 还是超乎了他们的预料, 这也太彪悍了吧, 在人们看来, 那是异域的皇族翘楚, 即便荒在强大, 如果与之争锋, 也要付出血的代价, 而且不一定能赢, 可现在看来,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是颠覆性的, 才一开始而已, 十号就给了众人一个惊喜, 或许可以说是惊吓, 从未见过这么猛的人, 面对异域的皇族, 狂野的一塌糊涂, 跟领小鸡仔似的, 直接掐在那里暴打, 还能再也瞒一些吗? 扑, 十号第三拳下来, 打得红毛生灵口鼻喷血, 模样无比凄惨, 没有想到, 你的脸皮这么厚, 非常耐打, 十号讽刺, 事实上, 他有点心惊, 如果是一般的人, 在他一拳之下, 脑袋早就爆掉了, 化成一团血物, 不会有任何悬念, 而眼前的红毛生灵却没有, 依旧好好的活着, 观战的人也反应了过来, 立即意识到, 红毛生灵有多么的可怕, 若非被十号突然禁锢, 绝对是一场苦战, 他的体魄太强了, 完全是就是一个巅峰链体势, 不然的话, 早就被拳头震碎了, 脸皮厚的家伙, 十号一边挥动拳头, 一边奚落, 动, 这一次, 其拳力格外重, 且带着神通符纹, 轰在红毛生灵的鼻梁骨上, 熬, 红毛生灵长嚎, 剃泪长流, 他即便再强大, 也防御不住, 鼻子先是剧痛, 而后发酸, 被砸得塌陷了, 扑, 接着, 他牙齿飞落, 被十号的拳头打得白生生的 锋锐牙齿, 相继松动, 飞出嘴外, 我要杀了你, 红毛生嚎叫着, 处理了愤怒, 从未有过的耻辱, 让他浑身筋血汹涌, 元神发光, 口颂一种古惊, 哄, 十号轰砸其面门, 要斩其元神, 因为, 他感觉到法力免疫要失效了, 对方迎送的经文很特别, 即将摆脱这种禁锢, 毫无疑问, 这名红毛生灵非常强大, 十号有一种感觉, 如果真个对决, 不是这般突然发动袭击的话, 战斗会无比激烈, 不会这样一面倒, 是, 就在此时, 十号抽出了一柄暗淡的剑胎, 毫不犹豫地挥动而出, 斩向其眉心, 要在第一时间, 结果其性命, 剑光爆开, 这是大罗仙剑, 一瞬间发出的光芒, 遮蔽了天地, 太过璀璨了, 日月星河都要黯然失色, 扑, 红毛生灵的眉心被切开, 但是剑间却受阻, 一块五色盾牌出现, 从其眉心中飞出, 枪, 盾牌暗淡, 火星四剑, 最后被切开了, 大罗仙剑胎颤动, 汲取那五色盾牌的精华, 融入剑体内, 这竟然是仙精著成的宝具, 价值无量, 但还是被展开了, 经过这样的生死刺激, 红毛生灵奋力一正, 终于摆脱了禁锢, 恢复了自由, 是, 只是, 此时的时候, 神永如战先附体, 占据主是地位不饶人, 挥动剑胎, 向前劈杀, 剑气如虹, 寒光照乾坤, 红毛生灵很强, 但是遭遇了重创, 刚才他的眉心被切开, 虽然关键时刻, 被一块骨盾挡住, 但依旧元气大伤, 这个时候, 他一身通天动地的本领, 都很难全部施展出, 一下子处在了被动地位, 扑, 十号向前猛攻, 剑气万道, 最后更是一件封猴, 切开其景象, 那头颅差点就滚落出来, 红毛生灵用手捂着脖子, 向后一跃, 砰的一声撞进石壁, 直接隐恨逃了进去, 众人不是不知道荒强势, 可是见到眼前这一幕, 还是被震住了, 那可是连败三道高手的异域皇族啊, 可眼下却被十号杀得如此狼狈, 闲死还上, 金色连衣扩散, 守护者的后人独孤云, 也没入了石壁中, 十号挥动剑胎, 刺了进去, 结果他自己也一下子冲了进去, 石棺王, 哲仙等人稍作犹豫, 而后全部闯了进去, 走, 我们也进去, 越来越多的人做出决定, 向前猛冲, 山壁上有一个门, 那是一幅石刻, 并非真正的门户, 但是此时, 人们却能够借此进去, 金色血液流淌, 在石壁上发光, 那是守护者的后人独孤云的金血, 以他为影子, 开启了此地封印之门, 早已冲进去一群人, 愚者都彷徨, 是否要跟进, 派人去禀报长老, 我等先行一步, 也许里面很危险, 那是封印异域皇族的古地, 真要陷进去, 多半永远都走不出来了, 一番争吵, 有人退后, 离开此地, 去禀高两院的长老, 因为这实在是一次重大的决定, 很多人下不了决心, 当然, 冒险的人也在行动, 相继闯入, 消失在石壁中, 这是, 一片荒凉的大地, 一眼望不到边, 灰暗是永恒的主题, 千云快压落到地面上来了, 哪里走? 十号大鹤, 闯入这片天地, 依旧不死不休, 非常强势地追杀那红毛生灵, 鲜血溅起, 红毛生灵数次遭遇重创, 脖子那里的伤口十分可怕, 险些被斩掉头颅, 而此时, 胸口更是被冻穿, 等我恢复, 一定要臭你生魂, 熬练百年! 红毛生灵寒生道, 化成一道红毛旋风, 从这里顿走, 十号紧追不舍, 根本就不想放过他, 手中大罗仙剑, 暴射出绝世剑芒, 再一次在红毛生灵的后背上, 留下可怕创伤, 冰冷的大地一片空旷, 昏暗无天日, 只有一些带状黑雾在缭绕, 看起来如同魔土, 红毛生灵大恨, 若非施了先手, 他怎会这样狼狈, 还从未有年轻一辈的人敢追杀他呢, 如今却亡命逃顿, 他诅咒, 待他恢复过来, 一定要折磨十号, 将他魂魄抽出, 十号已经感应到, 这个生灵的确强得过分, 若是真正决战, 是一个劲敌, 不过他可不想跟其浪费时间, 现在如果能击杀掉, 那最好不过, 红毛生灵的脖子发光, 伤口愈合, 但是侵入进去的符文, 短时间内不可能全被磨灭, 故此他不敢停, 后方, 从石壁中闯过来的人, 见到这一幕, 都一阵感叹, 虽然同为天神书院的学生, 但彼此间差距太大了, 若是一般的人对上红毛生灵, 就被杀了, 强如玄坤, 王熙都败了, 可十号却像是年狗一般, 在后面追杀红毛生灵, 荒果然了不得, 超凡入圣, 一些人惊叹, 也只能这样感慨了, 他们无法比拟, 好, 红毛生灵跑得很快, 留下残影, 扭曲虚空, 静止逃到地平线的尽头, 而后闯入一片迷雾区, 刷, 十号立刻止步, 没有在前进, 哪怕一分一毫, 不久后, 后方的人也都赶到了,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地平线的尽头, 雾气很浓, 笼罩着前方, 有种神秘感, 像是披着一层青纱, 那里有山, 而且很多座, 都被这迷雾淹没着, 刚才的地域非常空旷, 是荒凉的大平原, 突然来到这样一片山区, 让人很不适应, 它像是瞬间出现的, 在这里让人心悸, 十分的恐怖, 像是有一些盖世魔王在沉睡, 随时会冲出来, 十号睁开天幕, 仔细眺望, 发现了异常, 在山地深处, 不时有符文腾起, 发出神芒, 流光溢彩, 这个时候, 其他人也都赶到了, 特别是独孤云, 更是在遥望, 面色阴晴不定, 似是要进去, 又在犹豫, 十号腾空, 站在高天上向前望去, 与此同时, 石官王, 哲仙, 王熙, 绿陀等人也是如此, 都在密切注视, 那是, 拥有天幕的人看到了, 在那山地深处, 有许多大岳, 其中有一块区域非常密集, 诸多山体包围着一处古地, 在那里有一个宝瓶, 是以山体凿刻出来的, 石质古谱, 坐落在群山中心, 所有的符文还有流光等, 都是他发出的, 恐怖气息, 也是从他那里溢散开来, 不用多想, 这就是封印皇族的地方, 早先, 我们乘坐战船进入戒坟时, 曾有一个无上强者出现, 进行恫吓, 那应是异域皇族高手显化, 难道他在这里, 有人惊悚, 贸然进来, 觉得很后悔, 应该不是, 这块区域阻止过于恐怖的巨头出入, 就像是捕鱼的大网, 砖捕大鱼, 任小鱼自由穿行, 有人说道, 判断依据是两院的长老不能再次出入, 红毛生灵跑进去了, 站在那十字宝瓶镜前, 回过头来, 正在以仇恨的目光看着众人, 确切地说是, 看着识号, 他回去后, 一语不发, 盘坐在地上, 开始疗伤, 驱出体内充满破坏力的符文, 独孤云消失了, 忽然, 有人惊叫, 怎么没有拦住他, 不是一直在盯着他吗? 许多人神色大变, 全都生出不好的预感, 他以密法穿透空间, 是突兀离开的, 无法锁定, 随后, 人们怒视, 因为已经看到了独孤云, 他在那红毛生灵的境前显化, 已经进去了, 他要破解封印, 所有人都变色, 独孤云你要想好了, 一旦破解封印, 放出什么不朽的怪物, 你自己也要死, 跟他们合作, 无异于鱼虎谋皮, 十号喝道, 眼下的情况很危急, 真要破解开封印, 九天十地将迎来一场大难, 我不会放他们出来, 只要得到一个答案, 独孤云暗中对十号传音, 十号皱眉, 虽然得到这样一个回应, 但根本不能放心, 如果石瓶中还有生灵活着, 那简直不可想象, 是, 独孤云划开了自己的手腕, 金色的血液顿时流淌而出, 洒落在那宝瓶上, 让他窜起刺目的光, 一下子照亮了乾坤, 那宝瓶整体为巨石, 跟山岳一般其高, 矗立在那里, 恢弘而雄伟, 它既然是宝瓶, 又是红炉, 封印着仙谷抑郁的一些可怕生灵, 有人想将它们炼成大药, 漫长岁月过去, 不知道结果如何了, 嘿, 相对于那么宏大的一座宝瓶, 独孤云的那点金色血液不够看, 就是流尽宝血, 也难以洗礼平体, 有人放松了下来, 瓶中, 是否还有人活着, 我来解封印, 但需要你等告知一些事, 独孤云开口, 跟宝瓶内的生灵对话, 天仲也在那宝瓶中吗? 仙院的一位年轻至尊轻语, 带着疑惑, 想必在里面, 他既是炉, 又是大道之瓶, 有人相信, 露出西迹之色, 惦记着天仲, 但是, 更多人的担忧, 那瓶中的的生灵, 如果被炼成了丹药, 也就罢了, 如果没有, 一旦出事的话, 真不知道要造成怎样一场血雨腥风, 也许, 都不需要抑郁的大军杀过来, 光是被封印再次的抑郁皇族, 就足以铲灭九天十地, 独孤云的血液很神奇, 但是还不足以开启封印, 你确信你的祖上都还活着, 为什么没有任何回应, 独孤云问红毛生灵, 有人死了, 但有人活着, 不然我怎么被送出来, 红毛生灵说道, 你怎么出来的, 独孤云继续问道, 自然是他们以大法力送出的, 这个地方遵循的规则是一致的, 捕大鱼, 漏小鱼, 我境界最低, 实力最弱, 所以九死一生地逃了出来, 红毛生灵到处阴游, 你为何没有东内天中, 独孤云再次问道, 你自己看, 撒一些金色血液到瓶口那里, 红毛生灵有终怨念, 当一些金色血液化成光雨落在瓶口处时, 仙光腾天, 伴着雷鸣, 还有冲销的剑气, 斩碎苍穹, 瓶口的塞子是一个小瓶, 堵在大盗宝瓶口那里, 天中在那小瓶里, 集他进行封印, 红毛生灵说道, 他并未隐瞒, 甚至刻意大声传音, 让外面的人都听到了, 想集众人之手将他摘走, 人们倒吸冷气, 这天中的多逆天, 他居然是封印此地的关键所在, 这一点血不够, 不仅需要你的金色血液, 还需要他们的血, 红毛生灵对独孤云说道, 要怎样做, 独孤云问道, 先以你的金色血液为影子, 激活群山, 红毛生灵指引向四方, 那些山月非常高大, 围拢着宝瓶, 点点金色光雨, 不是很多, 但却很灿烂, 落在周围的山峰上, 嗷, 一刹那而已, 天地间像是有万鬼在哭嚎, 这种声音太淒厉了, 响声刺耳, 射人魂魄, 这片山地, 所有山体都在摇动, 每一座山峰上, 都在快速长出一种植物, 扎根在绝巅, 带着浓重的雾碍, 嗷, 那些植物蜂掌, 一座山体一株植物, 最后如同巨树般, 且绽放出花蕾, 在每一朵花中, 都出现一头生灵, 嘶吼着, 咆哮着, 要挣脱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群山外, 人们大吃一惊, 全都飞快倒退, 感觉头皮都在发麻, 浑身凉嗖嗖, 那种气息太可怕了, 而凄厉的叫声, 更是令人寒毛嗖嗖到树, 不过是独孤云的金色血液 洒落而已, 就让每一座山峰, 都长出这样一株植物, 且当中有人, 有可怕的生灵, 因何至此? 众人感应到了, 天地间的灵气暴动, 如同山红般倾泻, 从天穷上坠落, 向着那些山体涌去, 没入那些植物中, 同时, 花朵中的生灵都站了起来, 露出了真身, 睁开了眼睛, 一起仰天嘶吼, 许多都没有见过, 是抑郁的物种, 这是被封印的皇族, 所统帅的那支大军吗? 糟糕! 人们几倍声寒, 预感不妙, 下一刻, 万灵暴动, 全都跃出花朵, 有的提着战毛, 有的持着大吉, 疯狂杀来, 喊杀震天, 一座山一株植物, 万灵长豪, 每株植物都很巨大, 长在山顶, 各有一朵花蕾绽放, 运有生灵, 现在如同从那远古时代复活, 一起冲起, 这种景象很可怕, 也很特别, 从花中出现生物, 漫山遍野都是, 如同打开了地狱之门, 鬼神接触, 哦! 它们全都脱离了花朵, 一个个身体矫健, 如同神圆跃起, 向着外面杀来, 这些生物, 全都有惊人的煞气, 形态各不相同, 如千族神虫, 百赤猛禽, 无灵鬼龙, 一个个猙獰而凶猛, 有半数化为人形, 提着神兵利器, 展开了天穷, 像是彗星横空, 照亮这片天地, 太狂暴了, 一下子让此地沸腾, 大地当即崩开, 光是那种气势, 就让所有人都猛了, 这还怎么打, 都是巨凶, 而且还这么多, 足以冲击九天十地, 杀, 不可能坐以待毙, 所有人都拼命, 哪怕马上会战死, 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展现出最强的战意, 轰隆, 就在众人万念俱灰, 都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刻, 这虚空中, 爆发出最为刺目的神芒, 绝世犀利, 横扫天地, 那是一柄仙兵, 很朦胧, 像是大戟, 又像是战矛, 太过恐怖, 在那里一阵, 神光扫出, 将漫天的强大生灵击落, 这让人不敢相信, 那是多么强横的一击, 怎能如此, 一件兵器压落, 就积下这么多强盗阵势的古代生物, 是大盗宝瓶, 妖月公主惊呼, 所谓仙兵, 是拿大盗宝瓶凝聚出的一道烙印, 从瓶体上发出, 镇压四方敌, 这一刻群山窑洞, 所有植被都遭击, 那一朵又一朵可怕的花雷, 都几乎被斩碎, 众多生灵遭遇致命一斩, 这个场面让人震惊, 难以置信, 一击而已, 凋零至此, 熬, 很多生物长嚎, 面目猙獰, 不少都不曾死去, 跌落在地上后更加凶狂, 大盗宝瓶在震动, 又凝聚出一种烙印, 唯一口仙剑, 如一道闪电般在虚空中飞射, 扑扑声不绝鱼耳, 在斩杀十方敌, 这是真的吗, 我怎么觉得像是一场梦画, 绿陀自语, 不光是他有种感觉, 就是十号等人也心生疑虑, 很不真实, 杀呀, 喊杀震天, 在那地面上, 还有山峰上, 成千上万强大的, 生灵汉不畏死, 冲向高天, 对抗先兵, 遍地假释, 密密麻麻, 怎么越杀越多, 人们注意到了异常, 连天象都变了, 乌云满天, 大雨倾盆, 狂风暴涨, 雷霆倾线, 跟世界末日来临了斑, 而这一切的转变, 都发生在一瞬间, 这很不正常, 时空像是断层, 突然进入另一界, 展现出这样的景象, 这多半是仙谷当年旧式的再现, 我们此时看到的, 不一定会正在发生的事, 连天眼都被蒙蔽了, 折仙清语, 也不算是虚幻, 是真实烙印的再现, 都记载在于这片谷地上, 铭刻在无数山体间, 仙院中的一位强大修士说道, 岁月的力量, 就在此时, 石冠王断鹤, 猛力挥动手中的世界树幼苗, 其他人也都有感, 都在快速倒退, 很是惊悚, 因为有一股岁月的气息扑面而来, 时光碎片刹那飞舞, 在这里全面爆发, 这, 太可怕了, 要将我们, 带入历史的天地中吗? 原来如此, 众人大惊失色, 终于发现了端倪, 所有这些, 可以说是历史的重现, 也可以说是时空的断层, 开启了一段时间轮回, 要将它们笼罩, 强行拉进去, 一旦进入, 所有人都肯定难以活命, 这得是多么可怕的力量, 制造一个时间轮回陷阱, 席卷窝等, 一旦坠落进去, 如何抗争? 那些生灵, 那些植物, 都是古代的烙印, 现在浮现出来, 若是笼罩众人, 便真的相当于昔日大战再行演化, 以他们目前的修为来说, 绝对不敌, 进去的话, 一息间都坚持不住, 要马上死去, 以昔日烙印杀人, 这种手段, 真的无法揣夺, 似真似幻, 当此地恢复平静时, 各座山体在冒黑烟, 都很残破, 露出了本相, 那是昔日大战后的结果, 真是浮现, 快退, 有人喝道, 预感到了不妥, 因为, 无数的山体在军裂, 在轻塌, 从地下出现一株巨大的植物, 或许可以说是一条母根筋, 它连接着种山, 大到让人心颤, 瞠目结舌, 不久前所见到的是, 历史烙印, 每一座山峰上, 都长有一株植物, 皆是这母根筋生出的, 源自一株母体, 古代时, 它曾御御出无尽生灵, 是一个母巢, 而今只剩下根筋, 这是异域的奇特之处, 刷, 它动了, 从地下脱框而出, 以根筋包裹住了大道宝瓶, 是, 宝瓶发光, 当场将母根筋灼烧, 有成片的根须焦黑, 脱落, 大道宝瓶也在摇动, 内部有生灵觉醒, 发出了神念, 带着让人无法抗拒的星号星号, 传递到每一个人的心田, 我要奇异的宝血, 浸染母巢, 日后刺你等不朽, 虽然在星号星号, 动用了一种无上魔鹰, 但是依旧霸道, 在场的一些人, 面目扭曲, 心灵摇颤, 难以抗拒那种魔鹰, 有些人割开了手腕, 要陷进宝血, 这太可怕了, 不受控制, 母根如入而动, 尽管很多部位焦黑, 迅速脱落, 但还有些部分疯狂滋长, 向着山地外而来, 探出根须, 渴望宝血, 不过, 它延展的范围有限, 一旦超过距离, 就砰的一声炸开, 化成灰烬, 送我各族最强宝血, 那声音在呼唤, 源自大道宝瓶中, 母根经, 也就是母朝为其索取, 那声音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 抑制可怕, 令许多人坚持不住了, 不由自主, 向着山地中走去, 何必呢? 在这最为危急的时刻, 一声苍老的叹息发出, 将所有人都惊醒了过来, 都瞬间止步, 大道宝瓶发光, 在上面有一些纹络清晰起来, 竟是一个人形图案, 此时凝聚, 越发清晰, 而后从瓶体上走出一个人, 那本是客途, 可现在脱离宝瓶, 手持一口剑, 对着母根就斩, 火光滔天, 将许多根须, 化成黑色灰烬, 你不是死了吗? 怎么还, 留下一道分身? 大道宝瓶中被封印的生灵怒吼, 充满了不甘, 无比的绝望, 它异常的虚弱, 如风中残烛, 其灵魂之火, 似乎随时会熄灭, 当年灭你大君无数, 不曾想, 还有一段母根, 留下少许根须, 这么多年来恢复到这一步了, 若非我也有残念留下, 真被你逆天了, 那人形生灵说道, 哄, 它近乎燃烧, 挥动手中剑, 化成无尽火光, 将那母根淹没, 不, 大道宝瓶剧烈摇动, 里面有生灵在挣扎, 那是它脱困的希望所在, 只要被各种宝血浸染, 就能新生, 它可借此挣扎出来, 现在希望破灭了, 你也该覆灭了, 你等只能成为天中的养料, 让它成熟, 趋于无上大圆满, 那人形生灵无情地说道, 当听到这里时, 所有人都发毛, 抑郁的皇族何其强大, 居然要成为一枚种子的养料, 每一个人都觉得惊悚, 那天中到底是什么东西, 需要这样滋养, 漫长岁月的栽培, 这是人为在控制吗? 它若成熟, 究竟为了成全谁? 人们心头有生出疑问, 觉得有天大的古怪, 跟早先的猜想完全不一样, 老祖! 红毛生灵大呼, 而在它的旁边, 独孤云神色阴晴不定, 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情绪起伏剧烈, 那人形生灵在模糊, 在变淡, 并没有理会它们两人, 根本看不上, 不在意这样弱小的生物, 你, 在成全谁? 你不是九天十地的生灵, 你是谁? 大盗宝瓶中, 异域皇族高手虚弱的贺问, 当年, 此人封印了它, 结果自身也陨落了,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只是为了培育天种, 是为了谁? 会有人来收割天种的, 不用你操心, 那生灵淡淡地说道, 这缕残念模糊了, 即将彻底溃散, 你, 你是沿着那条古路出来的生灵? 独孤云颤抖着问道, 这些与你等无关, 想来这一纪元到了末期, 要覆灭了, 你们还是去战斗吧, 这里的纪元不是二等可燃止的, 那人形的生灵冷漠地说道, 远处, 十号, 王熙, 哲仙等人一个个神色严肃, 心中震撼莫名, 我的祖先就究竟扮演了怎样的一种角色? 独孤云鹤问, 他内心浮躁, 充满了焦虑, 还有恐惧, 在古代, 在上一纪元, 拥有金色血液的生灵, 是九天十地的守护者, 浴血搏杀, 最后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而今, 独孤云了解到, 其金血也有化成乌黑的一瞬间, 他自己曾亲眼目睹, 洞悉了一些秘星, 而他更是去过太初骨矿, 在那里引出无边黑色血液, 将他冲了出来, 看到了一些颠覆他内心认知的东西, 只是, 他没有把握住, 不能进入太初骨矿最深处, 内心只有模糊的一些猜想, 现在他惊觉, 这个人可能跟他的祖上来自同一地, 故此大声贺问, 有无尽的问题, 想要通过此人弄清楚, 坠落红尘, 如我一般, 就不要多想了, 等着应结吧, 这圣灵的躯体越发暗淡, 这样冷漠回应, 他在脉步要归于大道宝瓶上, 还请明示, 孤独云想了解详情, 但是那道人形圣灵一步迈出, 整个人即将归位于大道宝瓶上, 天重是为谁准备的, 需要这样培育, 未免有些吓人, 在后方, 一干天才全都无比渴望, 今日出现各种意外, 非常震撼, 所得消息过于惊人, 让他们心绪波澜起伏, 这天重, 我们为何就不能得? 绿陀说道, 跟他有同样念头的人太多了, 妖月, 王熙, 以及仙院的高手, 莫不眼神火热, 就是石冠王拥有世界树幼苗, 心中也难以平静, 十号更是睁开天幕, 盯着大道宝瓶那里, 一声冷哼传来, 那道人形生灵很朦胧, 转过身来, 最后看了他们一眼, 冷淡无比, 道, 莫要痴心妄想, 这不是你们所能企及的种子, 本分一些, 在这红尘中争渡吧, 他很冷漠, 扫了一眼众人, 这种不在意的姿态, 着实让一干天才, 心中不平与不愤, 折仙, 十号等两院天才, 哪一个不是人中龙凤, 天资精士, 可此人却毫不在意, 言语平淡, 并不放在心上, 他的意思很明显, 这些人不配拥有天种, 究竟是他们这些人天资不行, 还是身份不够, 众人心中很不舒服, 想知道究竟是何等绝艳人才被配拥有, 你等退下吧, 那人冷冷地说道, 这是在驱逐, 让他们死心, 说罢, 他就没入了大道宝瓶, 化成一道模糊的图痕, 而且, 他多半再也出不来了, 烙印破损严重, 只存最后一点痕迹了, 大道宝瓶上, 那珠母根筋燃烧, 全部化成飞灰, 没有留下一点根须, 真是不甘心啊, 凭什么我们不能争夺, 都寻到了这里, 天种在望, 结果却被告知, 这是为他人准备的, 而我们还被轻视于看不起, 仙院的一位高手, 愤愤不平, 你有办法取到手中吗? 另有人叹道, 不少人沉默了, 大道宝瓶可怕, 内部封印有异域皇族, 他们无法去强取, 不然只能会惹出杀身大祸, 算了吧, 那是为他人准备的种子, 历经漫长岁月的培育, 那人所图甚大, 真有那样的家族与势力的话, 我们惹不起, 有人自我安慰, 真不知道是哪家的少爷, 该不会是温室里的豆芽菜吧, 我真希望有对决那一天, 有人冷笑着说道, 许多人摇头, 觉得那种势力难以招惹, 因为, 那个人形生灵曾说过, 不染红尘, 高高在上, 不可揣夺, 疑似于守护者来自同一个地方, 独孤云在发呆, 盯着大道宝瓶, 一句话也不说, 红毛, 你过来, 十号鹤道, 眼下天肿无望采鞋, 他瞄准了那个红毛生灵, 红毛生物, 是异域的皇族翘楚, 闻言大怒, 眼睛都立了起来, 凶光毕露, 若非早先被袭, 受了重创, 他早就冲过去了, 我要吞你魂魄, 他咬牙发狠, 受死, 隔着很远, 十号就已经出手, 他施展雷蒂法, 自身不动, 但却催动一片乌云, 携带着汪洋般的闪电, 轰杀了过去, 咔嚓, 电弧赤圣, 裂开虚空, 向下落去, 茫茫一片, 我恨啊, 这次若是不死, 早晚会去寻你, 红毛生灵怒吼, 而后他转身一跃, 没入大道宝瓶, 因为, 他已经没有其他路可走, 这里的年轻天才太多了, 早先他张狂出手, 沾满血腥, 无法善了与逃走, 是, 大道宝瓶那里, 一道血光将他笼罩, 他从此地消失, 自寻死路吗? 瞬间恋化, 你个灰飞烟面, 有人冷笑, 从大道宝瓶中逃出来很不易, 现在他自投罗网, 这颇像是找死, 此地恢复了平静, 满地狼藉, 山体裂开, 植物灰烬洒落, 大道宝瓶化成石山, 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 独孤云沉默, 在那里站了很久, 都没有动一下, 其他人也少言寡语, 很失落, 杀到这里, 居然无所获, 不能得到天众, 心中有太多的不甘, 那独孤云似语, 异域圣灵勾结, 很久后, 有人这样说道, 眼中冒寒光, 有人阻止, 道, 算了吧, 他是守护者的后人, 真要击杀, 会有巨大的影响, 将他的所作所为, 告知长老就是了, 让他们发落, 不久后, 一干人都退走了, 沿着原路, 从那石壁中退出, 随后, 他们又在这块区域寻觅, 捕捉神药, 采集天地灵物, 虽有收获, 但是并不大, 因为剩下的寥, 挤住神药, 早顿走了, 当他们回归, 跟两院长老会合, 讲出此行的经历后, 那些老怪物, 神色殷勤不定, 此地竟有这样的古怪, 居然只是为了培育一枚天种, 因为老者皱眉, 心头大受触动, 几位长老也被惊吓住了, 这么漫长岁月的滋养, 那天众会多么的强大, 究竟是何人如此大手笔, 他们有些发毛, 一阵心虚, 无妨, 所谓的最强天种, 也不见得能造就出无敌的人, 我相信, 你们当中有人可以超脱, 真正无敌, 将来若是有朝一日, 跟那拥有天种的人对上, 以下刻上, 以不完美的种子击败他, 那才算是至尊, 一位长老大声说道, 显然, 这是在安慰众天才, 是在为他们打气, 但的确有效果, 一些人血液发热, 涌起一股豪气, 当然, 你们也不见得寻不到无暇天众, 如今有人掌握有世界树幼苗, 而接下来的旅程中, 其他人说不定还有更大的收获, 拥有世界树幼苗的, 自然是石冠王, 这让众人极度羡慕恨, 走, 他们退出了这片谷地, 离开了反五行大阵的守护范围, 仙院与天神书院的人分开, 在接下来的十日里, 所有人都在疯狂行动, 在这块五行大路上采集种子, 石浩跟轻易走在一起, 不断探险, 深入一片又一片奇异之地, 居然采集到多枚种子, 金木水火土五种道种都集权了, 当然, 并不是说拥有用五种不同属性的种子, 就能合成五行仙种, 那不现实, 不过这也足以说明了, 他们机缘惊人, 数日后, 许多人都很兴奋, 这块大路五行精气太浓郁了, 除却得到一些稀释宝种外, 还有人采决到五行材料等, 当然, 对于绿陀, 哲仙等人来说, 吸引力不是那么大, 他们最渴望的是一颗完美的种子, 哄, 这一日, 大地摇动, 金光铺天盖地, 发生了大地震, 准世界树要离开了, 一位长老大吼, 通知所有人, 在那里, 黄金古树摇动, 太阳神光冲销, 每一片叶子上都拖着日月星辰, 散发出惊人的活性力量, 它像是在开天辟地, 再疏一方宇宙, 在其周围, 混沌器也越发浓郁了, 这一次在此地采集五行精气, 让它得到更深层次的进化, 再向真正的世界树转变, 走, 我们依旧跟在它的后面, 它要去的地方都是神秘圣土, 二长老说道, 仙院的战船也开来了, 显然跟他们打的是同一主意, 金色古树拔地而起, 带着旺盛的生命契机, 破开天地, 冲向远方, 动静实在太大了, 天雨摇颤, 星陡速速坠落, 果然, 下一站依旧是庙土, 这里神圣祥和, 祥云漫天, 全都是大道符文所化, 当人们落下时, 心头巨震, 这并非真实的净土, 而是由世界规则构建的, 是一片法则之地, 道则种子, 有人惊叫, 神情激动, 他们看到了一株树, 上面皆有很多果实, 都是道则所化, 可惜, 不是万道树, 若是它的话, 足以比肩宇宙雏形种子, 不次于世界树幼苗, 有人探到, 相传, 有一株果树, 名为万道树, 它揭满果实时, 足有上万枚, 容纳各种大道, 简直就是天地所有规则的母体化身, 这样的树, 无须多想, 真要是得到, 那就逆天了, 可惜的是, 万道树一直都是传说中的东西, 没有人见到, 眼下, 人们看到的这株树有数十枚果实, 就已经非常惊人了, 众人迅速冲去, 将果实采摘而光, 在这片规则之地停住了二十几日, 众人百般寻觅, 隐约间感受到了无尽大道契机, 又长老怀疑, 这里真的可能有一株万道树, 找到了, 有一座悬空岛, 在西极之地, 那里有一株树, 不时从虚空大裂缝中引现踪迹, 长有很多果实, 这一日, 有人大叫, 那是一群人发现的, 根本无法保守秘密, 消息快速传了回来, 这引发轰动, 众人骑动身, 向西极之地冲去, 一座岛屿, 悬在众多规则之上, 那里雷霆交织, 太阴气弥漫, 太阳惊火浮现, 各种天地异象分成, 这惊呆了所有人, 无人可登岛, 被各种天地规则排斥, 人们隐约间见到, 岛屿中心有一块区域很特别, 疑似栽种有一株树, 隐在虚空大裂缝中, 天地规则容纳不下它, 一株树, 结满了果实, 形状不一, 像是一株茶树, 但却长满大稻果实, 这难道就是万稻树? 有人惊叹, 虽然是匆匆一瞥, 但是众人觉得, 那上面最少结了数千枚以上的果实, 嗯? 突然, 二长老一惊, 因为看到了更为惊人的事, 那里有一个人, 众多天才也是心头一颤, 在那虚空大裂缝中, 在万道树不远处, 盘坐着一个古人, 他的身上缠满了绣迹斑驳的铁链, 并被冻穿肩胛骨, 被锁在那里, 悬空岛, 维持守护, 太阴与太阳之气并存, 一株树扎根岛中心的虚空裂缝间, 若隐若现, 挂着密密麻麻的果实, 发出仙音, 如蝉唱, 又像鲜民在祷告, 这景象非常奇特, 想不信人的心神都不行, 所有人都无比热切, 眼神如一轮又一轮小太阳在炽热, 一枚, 两枚, 有人在颤抖着鼠树上的果子, 想看一看是否真的有上万枚, 那株树, 树干蜿蜒曲折, 如同一头老龙趴在那里, 树皮开裂, 油若鳞片, 枝叶繁茂, 都是规则所化, 果实颜色不相同, 且整株树体, 环绕秩序神炼, 真的有, 上万枚果实, 有人嘴唇哆嗦, 说话不利索, 这样惊叫出来, 毫无疑问, 这是万道树, 无瑕的仙种, 可与修饰相合, 融为一体, 实现最完美的进化, 只是, 很多人都曾尝试, 无法登陡, 不能临近, 在其周围, 雷池一座又一座, 可以轻易将天神等轰纱成碎渣, 就更不用说太阴与太阳等秩序神炼的封锁了, 规则好说, 就是怕那人复苏, 天神书院的一位长老说道, 盯着那被铁链捆绑的人, 心中震撼无比, 究竟是什么人, 被绑在万道树部远处, 连身体都被长满铁锈的链子洞穿了, 都已经长在肉中了, 这是何人, 为何总觉得他能复苏过来, 所有人都能体会到, 那乌黑的铁链存是漫长岁月了, 疑似掺杂有大量黑暗仙晶铸成, 可依旧生锈了, 可见, 岁月久远, 让仙晶生锈, 最起码在本纪元罕见, 也许它是仙古时代的生物, 而正是如此, 才越发说明死人的极度可怕, 动辄就是一个纪元的长存, 这是多么的骇人听闻, 有长老尝试接近, 并寄出秘宝, 结果那件宝具在岛中心无声无息化成金属信号信号, 被熔炼了, 是, 此时, 仙院的老怪物出场, 有两人联手, 想要横渡雷池, 穿越规则之地, 去采集传说中的万道树, 哗啦, 就在此时, 铁链声响, 那个身体干枯, 披头散发的生物, 突然抬起头, 并睁开了眼睛, 冷冷地扫视所有人, 万道树不是你等所能拥有的, 退下吧, 他冷冷地说道, 他, 还活着, 许多人如坠冰窖, 即便早已猜到他可能还有生命, 但亲眼见到这一幕, 还是震撼, 活了漫长岁月, 被锁在这里, 依旧不死, 他有什么来头, 最为重要的是, 他在, 守着一株万道树, 为谁看护, 我等能寻到这个地方, 说明有机缘, 可是却不能得到, 究竟谁人可得, 一位修士喊道, 很不甘心, 逆天道种成熟时, 自有人会来取, 而等就不要多想了, 他很冷淡地说道, 这种语气, 带着一种轻蔑, 就跟封印异域皇族的大道宝瓶上, 显现出的人形生灵一般, 很自视, 看不起众人, 当生出这样的想法, 人们一阵发寒, 一位绝世高手, 负责守着这里, 不过, 他被铁链锁着, 又像是囚禁, 被强迫看护此地, 前辈, 这万道树扎根于此, 并无人采邪, 可否让我等临近一关, 一个年轻修士仗着胆子说道, 其实是在试探, 而等都没有这种资格, 那人冷声道, 身上的铁链锈迹斑驳, 此时发出颤音, 随他说话而抖动, 这些话语让人不舒服, 也十分不愤, 真的跟那大道宝瓶上的人形生灵语气相近, 都有些看不起众人, 还未请教前辈大明, 又有人开口, 想弄清楚更多的事, 并借此进一步试探, 还不退走, 如若不然, 斩个干净, 那被铁链锁住的人冷声道, 边说边震动, 他的肉身顿时淌血, 从被穿透的肩胛骨等地流出, 不少人眼睛露出金光, 觉得也许会有机会, 但是他们马上又面色苍白, 因为那躺落下的血压踏了虚空, 景象恐怖, 随后, 他张口吐出一道剑芒, 没入清明, 结果从苍穹上披落下来一颗大星, 坠落下来, 让人发忙, 张口吐剑芒, 就可以展落星辰来, 这种手段让人忌惮, 异常恐惧, 许多人不敢动了, 都本分与老实了下来, 仙院的老怪物不退, 天神书院的二长老, 也不想放弃, 都还想尝试一番, 毕竟那人被铁链锁住了, 然而, 随着一声冷哼, 那被铁链锁住的人, 释放出一股无形威压, 阵列了悬空道道, 万道树扎根处, 土层与虚空一同裂开, 浮现一些埋于土中的尸骸, 天哪, 诞生在混沌中的仙天神魔, 化成了尸体, 那头神情的躯体, 在发出仙气, 众人看到了土层中的东西, 连那种生灵都遭结, 死在了附近, 被埋葬于大地下, 预示着危险, 都是因万道树而死, 那被锁住身体的生灵, 这般说道, 走, 两院的长老当先离开, 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 那些尸骸生前的力量, 多么地可怕, 所有人都一语不发, 都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在这戒坟中, 怎么先后出现两枚惊天的种子, 无论是神秘的天种, 还是这诸万道树, 都是无价之宝, 而且居然都有人守护, 这很不正常, 当离开很远, 有人终于忍不住, 那可是万道树啊, 历代都在传说中出现, 不曾被人得到, 我们居然有幸见到, 可惜不能带走, 解坟到底是怎样的地方, 居然能有这种东西, 学生在议论, 而长老则阴沉着脸, 心头难以平静, 两件东西一起出现, 这绝对有大问题, 那人要死了, 只剩下一口气, 一直以秘法沉眠, 关键时刻才会这般复苏, 可以说是一句活死人, 仙院的一位长老说道, 但是, 谁人赶过去, 所谓的要死了, 多半也能熬上许久呢, 真要是出手决战的话, 仙院的长老也头疼, 不敢阴风, 十号叹气, 无比遗憾, 这是第二枚让他心动的种子了, 又这样错过, 我觉得那棵树有些熟悉, 可是想不起来了, 轻易对他传音, 与此同时, 身体有月华流淌, 十号知道, 肯定是轻月燕使然, 让他可以洞悉不少秘密, 众人在此停住了一段时间, 每天都在寻觅, 找由规则化成的树体与果实等, 部分人有了大收获, 直到黄金古树再次拔地而起, 从这里离开, 他们才再次上路, 准备继续跟随, 可是, 这一次出了大问题, 世界树粉碎虚空, 带着滔天混沌, 一下子就消失了, 挡住了两艘战舰, 使之无法相随, 这诸树进化得越来越成熟了, 有了自身强大的意志, 不允许我等跟随了, 几位长老畅然而叹, 不能投机取巧了, 同时, 一些人心中还有一些遗憾与猜想, 下一地会否再次出现一枚无瑕的种子呢? 理论上来说, 不可能再出现了, 因为那种东西太逆天了, 能见到一两颗就属于天性, 唯一种奇缘, 只是人们觉得准世界树停住的地方太特别了, 紧跟随而行的两个地方就出现两枚无缺的仙种, 未免太巧合了, 所以, 少许人猜测, 下一站还会有那种逆天东西, 认为黄金古树在沿着一条古路在前进, 真正的危险来临了, 因为只能靠我们自己前进了, 天神书院的, 而长老说道, 果然, 不久后银色站见横渡时, 一不小心来到一片残破之地, 碎掉的星辰到处都是, 而且虚空中漂浮着各种碎尸, 还有血液, 当有人尝试收集某种银色的血液时, 当即就惨叫了一声, 现实它的空间法器, 溶掉, 而后它自身也腐烂了, 化成浓血, 不要乱动, 这些东西早已失去灵性, 有的只是死气还有毁灭, 一位长老贺道, 这块区域无比广阔, 他们看到了太多的尸体, 都是残缺的, 而且庞大无边, 有的比星辰都要巨大, 很难想象当年这里经历了怎样一番激战, 血种, 有人惊喜, 在此地采集到了血种, 它很强, 汲取此地煞气, 以及骨血等, 形成了独特而吸针的血色种子, 血种不止一两枚, 最后有十几人都有收获, 昔日无上的先天神魔战死, 体内精血不灭, 有的通灵, 挣腾而出, 化成血种, 在采集的过程中很危险, 有三人意外陨落, 被一股湿气淹没, 当场就成为了烂泥, 而后腐朽, 彻底死去, 不久后, 他们离开, 进入一座漂浮在戒坟中的古剑群内, 在这里发现了诸多影子, 这里有阴灵种子, 是古代强者的残魂通灵, 化成的种子, 一位长老说道, 可以说, 这些种子跟灵魂有关, 都是灵魂盗种, 在寻觅的过程中, 又有人陨落, 被盗种反吞噬, 数日后, 他们离开, 百般寻觅, 来到一条发光的河水前, 在这里感受到了浓郁的时间力量, 这里有十间种子, 异常珍贵, 就看谁运气好能得到了, 有长老指点, 扑通, 一位弟子被长河卷走, 连长老都不能救起, 被时光淹没了, 迅速蒸干, 化成碎片, 很明显, 在接下来旅程里, 都是长老在领路, 是他们知道的熟悉路径, 虽然有危险, 但还不至于团灭, 几个月后, 这次远行结束, 他们曾去了一处又一处谷地, 此时不敢再前进了, 途中遭遇了太多的危险, 如果再深入的话, 连长老都可能要陨落了, 在此期间, 他们甚至遇到了活着的生灵, 特别是居然有一些古代的可怕强者, 或被封印, 或被困在戒坟中, 向他们投影, 险些出现大意外, 呜呜, 战船上号角长鸣, 召集所有人, 他们开始踏上龟城, 战船化作一道神盲远去, 脱离戒坟, 将回归天神书院, 戒坟, 残破苍凉, 许多星辰都是凋零的, 损缺不堪, 还有诸多大陆, 无尽内世界, 像是遭遇过最为猛烈的冲击, 千疮百孔, 银色战舰速度非常快, 穿过破烂的谷地, 越过昏暗的雾区, 见到诸多尸骸密布虚空中, 众人踏上龟城, 哄, 一只手突然拍落, 带着大片的阴影, 许多大星速速颤抖, 随着踏而动, 大手漆黑如墨, 覆盖天空, 向着银色战舰压去, 狠狠地拍击, 景象恐怖吓人, 周围有星斗暗淡, 陨落, 不好, 有人攻击, 别说是天神书院的学生, 就是长老都大叫了起来, 这种力道太可怕了, 场面令人惊悚, 这有些让人沮丧, 个人的力量, 在这只大手面前太过渺小, 微不足道, 他绝对可以摘星捉月, 撕扯下太阳, 他黑得瘾人, 遮蔽苍宇, 就这样覆盖而来, 周围的虚空不断地碎掉, 可怕的大裂缝, 蔓延的到处都是, 银色战舰摇晃, 马上就要崩开了, 若非有各种古文交织, 有强大的守护法阵存在, 他早就化成灰烬了, 这简直不是人力, 超出了众人的想象, 且, 二掌老贺道, 取出一副宝图, 流动混沌器, 爆发出冲销的光芒, 横灌天雨上, 阻挡着只大手, 碰, 大手被宝图阻挡住了, 混沌光四溅, 周围残破的星辰, 漂浮着的古大陆迅速军裂, 轰然一声巨响, 这里被神光淹没, 这是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让人双骨发抖, 战战兢兢, 众人惊悚, 此时什么都看不到了, 战船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随时会爆碎, 可惜了, 那声音净显遗憾, 那是一个古老的存在, 大手是他的投影, 没有能抓住银色战舰, 很难再发出第二击了, 十戒图乃是仙道秘宝, 可以对抗真正的乾坤带, 被二掌老带来防御, 守护众多学生, 这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不然的话, 在场所有人都会死在这个地方, 在离开前, 竟然险些团灭, 战舰如同离弦之仙剑, 迅速远去, 二掌老收起十戒图, 神色凝重, 看着后方的无垠的天地废墟, 是那个人, 早先他们进入戒坟时, 就曾见到一个可怕的模糊身影, 对众人带着浓郁的恶意, 如今又一次出手, 他被封印了, 只是投影显化, 一句投影而已, 就有如此可怕威力, 令人恐惧, 人们知道, 刚才肯定路过了他的封印地, 他顺势一击, 险些造成一场大毁灭, 这个人, 难道也是抑郁的皇族吗? 被封印在此, 人们带着疑惑, 战船离开了戒坟, 速度越来越快, 最后逐渐模糊, 随着几位长老, 集出一座古之祭坛, 他撕开了虚空, 开始横渡乾坤, 天神书院中心地, 银色光辉闪耀, 历经一番艰险, 众人回归, 终于到了安全的地方, 这一次, 虽然收获不小, 众人都得到了各自的道种, 也算得上是满载而归, 但是依旧有些损失, 死了一些很强的人, 步伐高手, 须知, 这可都是天才中的精英, 不然何以敢踏上修古法的路? 渔民陨落, 或蒙消失, 随着一个个名字念出, 众人警觉, 能活着回来真的不易, 特别是当脚踏在天神书院的土地上, 这种体悟更真切了, 活着比什么都好, 书院内, 神山一座又一座, 银铺垂落, 紫气腾腾, 这是宁静而祥和的净土, 远离征战, 让人身体与灵魂全都放松了下来, 想保住这方种净土, 需要你们未来去战斗, 才能守护住, 如果想要你们的后人远离杀戮, 不经历血与火, 唯有你们一战平天下, 在这一世去战胜恶敌才行, 一位长老说道, 这一次才死去十几人而已, 跟未来相比, 微不足道, 到时候你们会明白, 什么才是大势凄凉, 什么才是血比天高, 为了活着, 你们必须要奋起, 真正掌握住自己的命运, 不然的话, 都要沦为结辉, 一位长老严肃地说道, 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说的是实情, 既然得到了种子, 我们去闭关, 从现在开始蜕变, 走向此生的最高峰, 种子已经到手, 可以融合了, 可以修炼仙道古今了, 所有人都振奋, 想迅速突破, 走上自己的辉煌道路, 因为时间很紧迫, 留给他们的机会不多了, 可惜, 没有寻到完美的种子, 有人轻叹, 非常失落与不甘, 这自然是出自拥有三道仙气的年轻至尊之口, 十号也是沉默以对, 这次远行并没有捕捉到一颗完美无瑕的种子, 令他无奈而遗憾, 谁都知道, 那种东西可遇不可求, 想要得到一枚, 比修出三道仙气, 还要艰难十倍, 自古至今全部加起来, 又没有多少枚, 嗯, 你们当中, 有人持有芥树幼苗, 有人掌握阴阳种, 已经算是了不得了, 二长老说道, 这样的话语一出, 引发一阵惊叹声, 而后一片议论, 无比嘈杂, 居然还有人掌握了阴阳种, 阴阳变化, 究极天地奥秘, 任何都可用阴阳来阐释, 这世道的两面, 是对立于统一的体现, 阴阳种, 是阴阳交态的结果, 是天地郁郁的种子, 世道的体现, 几乎无人见过, 可现在却被人得到了, 毋庸置疑, 那是一枚无上宝种, 在他们当中, 居然还有一个这样的人, 持长绝世种子, 人们议论纷纷, 都在猜测, 那个人是谁, 皆嫉妒而又羡慕, 十号叹息, 心中略有失落, 很不甘心, 就这样迈出那一步, 不然将影响此生的道果, 他很需要一枚天种, 待人群散去, 十号上前, 向二长老请教, 道, 一个人可以融合多枚天种吗? 那是死路, 不通, 前人已经走过, 二长老摇头, 他自然知道, 眼前这个少年的心思, 想以大量种子, 来弥补先天不足, 可惜, 真正的无上宝种, 就那么有数几枚, 这个少年没有得到, 的确很可惜, 二长老也十分看好十号的潜力, 真的没有别的机会了吗? 十号问道, 有些畅然, 如果因为缺少一枚种子, 而不能进军无上武道, 那真的太遗憾了, 他早已准备好, 也确信, 自己有那种潜能, 可以崛起, 在这乱世到来时, 可以冲天上, 只是眼下前路受阻, 他深知, 未来的大战一定会残酷, 流血飘露, 九天十地到处都是蒸伐, 到处都是修饰在凋零, 他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争锋吗? 不成为最强一员, 只能沦为仰望者, 生命能否延续取决于别人的战斗胜负, 他不甘心, 路是前人走出来的, 道法是古人开创的, 谁能说那就是终点, 没有最强种子, 未必不能踏出最强路, 二长老安慰, 就如同当事法, 所有人都以为到尽头时, 不是出现圣院了吗? 开始突破极限, 走极近路, 二长老补充, 当然, 这依旧是安慰, 他不觉得靠一个人可以再早巅峰, 接续断路, 那需要很多带人共同努力才行, 十号沉默着离开, 向远处走去, 轻衣追上, 跟他并肩而行, 安慰道, 未必没有办法, 后方, 二长老像是想起了什么, 道, 也许还有一些办法, 仙院中可能藏有无上保种, 嗯? 十号转身, 再次看向他, 真正的最强种子, 是难以毁灭的, 天难灭, 地难葬, 哪怕曾经与人融合, 当那个人陨落后, 他也会再次凝聚出, 二长老道, 据他推测, 仙院可能保留有这种无上谷种, 因为他们发掘出诸多仙迹, 都是仙谷大战后留下的洞服, 也许有办法弥补了, 轻衣露出笑意, 劝十号先不要急于闭关融合种子, 毕竟是人家的种子, 怎会无缘无故地送我呢? 十号说道, 因为他知道仙院的弟子, 是一群老怪物, 各自亲自教导出的门徒, 并不是像天神书院这般, 广收拥有仙气者, 共同教徒, 如果有保种留下, 多半也会赐予他们的清传弟子, 未必, 如果你足够惊艳, 说不定那些老怪物, 会赐予你暗藏的无上谷种, 二长老说道, 说到这些, 他略微一顿, 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随后, 二长老传音, 告知书院中, 几位拥有三道仙气的年轻至尊, 都暂且不要闭关融合道种, 等待机缘, 仙院真有谷种的话, 肯定要竞争激烈, 为了公平起见, 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他告知最有潜力的几位人物, 王熙, 绿驼, 妖月等人, 原本都在沉默, 非常不甘心, 此刻听到, 这则传音自然激动, 都开始等待新的机缘, 事实上, 仙院来人比想象中的还要快, 仅两日后就到了, 融合种子的人都且停下, 天空中传来这样的声音, 震动整座天神书院, 那是一个庞然大物, 遮蔽了天日, 浩大无边, 震散了所有云朵, 气势恢弘, 这不是战船, 也不是一般的飞行法器, 而是一颗星球, 看起来是实质的, 巨大无边, 从天外而降, 所有人都发呆, 以一颗行星作为法船, 横渡星空, 这还真是震撼, 很明显, 实质星体内, 肯定刻有无穷符文, 这是一艘隐蔽的战船, 应该比宝具等更为恐怖, 绝对拥有强悍的攻击力, 仙院的人来了, 带着他们的精英子弟, 拜访天神书院, 同一日, 圣院的人也到了, 同样带着一批最强弟子, 降临天神书院, 早先就有传闻, 两院人结会来天神书院交流, 居然在同一日都到了, 仙院的小天王, 来了, 圣院的小圣也到了, 两院的人才到, 就传出这样的消息, 果然是最强弟子等全部弃灵, 英才汇聚, 群雄汇翠, 两院精英到了, 来天神书院交流, 也就是所谓的切磋, 当然, 这也是两院为了选拔天神书院中的 翘楚的必要手段, 带走最强, 最有能力的人, 选取天才弟子, 两院的人这么快就来了, 真是有些紧张, 如果这次就是为了挑选门徒, 我们必须要好好表现, 希望我能顺利过关, 入选仙院, 天神书院那一片哗然, 一些学生无比热切, 都在一轮纷纷, 所有人都知道, 机遇到了, 长老们早已明示, 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要进两院, 在那里进一步深造, 成为一群老怪物的关门弟子, 天神书院虽好, 但是跟两院比起来, 还是差了一些, 仙院经修仙道古法, 收录有绝世典籍, 还有无上宝种, 更拥有跟仙谷一样的环境, 是最适合修仙期的净土, 圣院则汇聚有各个时代的天骄, 在金氏法这条路上走到了极境, 且白齿干头更近一步, 超脱出来, 再创无上法, 我们总算没有来晚, 那些弟子还会融合种子吧, 仙院的一位老怪物笑眯眯, 在一座大殿中跟天神书院的长老交谈, 仙院的人比天神书院的人稍晚离开戒坟, 返航后, 德西天神书院的人已经先一步回归, 立刻遣人来访, 不完, 最强的一批人都没有融合到种, 期待最后的机缘呢, 二长老笑呵呵地回应道, 正如他所猜测的那般, 仙院多半保留有无上谷种, 那是大机缘, 对于十号, 绿驼等人来说, 是一个机会, 那就好, 不然的话, 若有良才美之错过仙种, 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仙院的老怪物笑道, 有几枚最强级的种子, 天神书院中的一位长老问道, 这是他们很关心的问题, 也可以借此进一步了解仙院的实力, 不会让人失望, 在上一纪元的仙家洞府中, 挖出不止一枚, 只是需要修复, 一位老怪物说道, 他满头白发, 但却闪烁着淡淡的金光, 虽年老, 但是血气旺盛, 神目如电, 嗯? 二长老有些意外, 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需要怎样修复? 天神书院的另一位长老问道, 需要一些宝血浇灌, 用以滋养, 才能让最强宝种, 重新焕发昔日光彩, 成为这世间最完美的种子, 那老怪物说道, 所有人都是一愣, 事情果然不简单, 仙院的人, 不是为了送最强盗种而来, 而是怀着别样的目的, 谁都知道, 所谓的宝血, 肯定是指, 各族最强天才传承的血脉, 更进一步说, 应该是修出三道仙气的那几人的血液, 大殿中气氛有些沉闷, 天神书院的几位长老脸去笑意, 神色严肃起来, 这究竟是要成全天神书院的弟子, 还是要利用他们? 我就知道, 仙院人才极解, 出了几个好苗子, 都有人号称小天王了, 又怎么愿意轻易送出院中收藏的无上古种呢? 理应留给仙院的翘楚才对, 天神书院的一位长老冷笑道, 这让他们心中很不舒服, 对方目的不纯, 为了绝世饱雪而至, 可最后古种指不定会送给谁呢? 道兄你多虑了, 我可以保证, 最少有一枚古种, 会落在天神书院的天才身上, 仙院另一位老怪物说道, 它有一头紫发, 虽然很稀疏, 快要落光了, 但是颜色不变, 依旧紫盈盈, 发出灿灿光彩, 没有变成白色, 而且, 它脸堂红扑扑, 机体虽有些苍老了, 但也依旧有活力澎湃, 有如同孩童般的容颜, 子英前辈都这样说了, 那肯定不会反悔, 天神书院的四长老说道, 面色稍微缓和了不少, 最强古种还要修复吗? 不是天难面, 地难葬吗? 二长老簇眉问道, 那种种子完美无瑕, 如阴阳种, 宇宙雏形的种子等, 哪一个到了最后, 不究极天地奥秘, 演绎无上道则, 这种东西随天地而长存, 可以进化, 不然何以有最强一说? 只怪仙谷大战太惨烈, 它们上一代主人战死时, 皆报岁, 它们亦遭受不可想象的重创, 漫长岁月过去, 能重聚出来就不错了, 那白发中带着精光的老怪物说道, 它的本体是一头白晶圆, 力大无穷, 以血气渐涨, 故此虽然年迈了, 但是依旧血气旺盛, 超越常理, 它们查阅了多种古籍, 收集无数天地灵粹, 用以滋养最强古种, 效果显著, 如今只差最后一些宝血了, 若是有真龙血, 凤凰血最好, 没有的话, 修出三道仙气的年轻至尊的血液也不差, 所以, 我们来天神树苑求援, 头上只有稀稀疏疏子发的老怪物, 紫英说道, 仙院究竟有几枚古种, 二长老问道, 放心, 不止一枚, 不会少了天神树苑的那一枚, 白晶圆说道, 如果有树枚的话, 只给我院一枚, 是不是太过吝啬了, 毕竟我院可是有几个仙的好苗子, 二行老进一步说道, 不少了, 我仙院的绝世天才更多, 老怪物紫英说道, 天神树苑的几位长老彼此看了一眼, 暗自一探, 仙院的天才, 毕竟是甘院老怪物, 手把手交出来的清传弟子, 果然很偏爱啊, 如今天地大便在即, 还请几位前辈以大局为重, 将古种送给潜力最大的弟子, 将来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天神树苑的五长老很耿直, 这般说道, 但请放心, 我等绝不会藏私, 定以战力高低, 潜能大小来取舍, 白金元说道, 天神树苑的几人沉默, 不知他所说的是否为真心话, 他们又交谈了片刻, 先后起身, 因为天神树苑的几位长老, 还要去见圣院的人, 跟他们商讨弟子被选拔的事宜等, 此时, 天神树苑越发地热闹了, 所有弟子门徒都出关了, 仰望天空中那颗星体, 仙苑的人真是了不得, 居然以一颗星球为法器, 横渡乾坤, 太惊人了, 不少人真的被镇住了, 那星体是实质的, 看起来古朴而大气, 悬在书院上方, 弥漫着混沌器, 微微不可撼动, 在另一个方向, 还有一件白骨法器, 同样巨大, 其形如葫芦, 悬在那里, 被白雾包裹, 那是圣院的法器, 比之星辰都不小, 不知是何种圣灵的骨骼炼制而成, 天神书院无比热闹, 许多人抬头看着两件法器, 他们知道, 很快决定他们命运的时刻就要到了, 许多人自然想进入两院, 成为两院弟子, 进一步增强自身修为, 获得两院强大的抵运支援, 两院的精英弟子, 来了不少人, 怎么还没有出来, 依旧在法器中, 把握机会, 不要错过, 能否逾越龙门就在眼前, 一些人议论着, 皆在关注天语上方, 而此时, 旧市律驼, 王熙等人也出关了, 妖月公主等一些人, 更是飞上了天语, 要拜访两院强者, 对于妖月, 王熙等人来说, 若是进入两大法器, 并不出人意料, 因为他们来自长生家族, 族中有人曾经过两院, 果然, 仙月阵阵, 霞光澎湃, 天空中那颗石质星辰发光, 裂开和一道口子, 形成一道门户, 并且向外铺展出一条道路, 接受来访者, 妖月被允许入内, 而另一边, 那件古制法器腾起仙光, 圣阴隆隆, 葫芦嘴出现一条通道, 王熙也被邀请入内, 很多人都知道, 王家将跟某一长生家族联姻, 而该族出了一位绝代天骄, 就在圣院中, 也就就在古葫芦内, 诸位道兄既然来了, 还请献身一剑, 让我等好好招待, 略尽地主之意, 下方, 有人开口道, 不少人附和, 都想跟两院的精英搞好关系, 十号也来了, 并不出声, 沉默地看着, 书院中一些弟子向他望去, 都露出一色, 因为谁都知道, 在戒坟内, 十号曾经大败仙院高手, 结下了梁子, 此外, 荒跟王熙还有恩怨, 如今他的未婚夫可能到了, 那可是被各方老怪物誉为绝代天骄的人物, 荒有难了, 原青多半会拦阻, 他进两院, 还有人这样小声嘀咕道, 原青跟十号的恩怨, 许多人都知道, 要镇压他十年, 送进太出谷矿, 而此后十号反击, 杀原青幼孙, 赶走原青亲子, 矛盾愈发不可化解, 而原青出自两院, 跟许多大人物认识, 若是靖禅言, 执意祖十号之路, 也许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轰隆, 就在这时, 那可十至星辰最先开启, 一条金光大道铺展出来, 有生灵出现, 走出这件法器, 天神书院是否有一个叫荒的人, 金光大道上有人喝道, 责难果然来了, 所有人都是心头一跳, 没有想到仙院的人这么直接, 这么快就向十号发难了, 金光大道上出现一些身影, 俯视着下方, 看着天神书院的众多天才, 十号没有理会, 只是静静地看着, 真是不知天高地后, 在那戒坟中, 有一个名为荒的人, 竟敢对我仙院修饰出手, 更是折辱无态, 夺走其湛蓝甲昼, 这个人是否在此, 金光大道上再次传来贺问声, 打狗还看主人呢, 你可知, 湛蓝甲昼属于小天王, 是他借出去的东西, 凭你也敢夺走, 荒可在下方, 还不速速呈现上甲昼, 过来领罪, 这种喝吼声严厉无比, 带着莫大的威严, 速速来领罪, 其他人跟着大吼, 天空中的声音如同雷鸣般, 隆隆而响, 一时间, 天神书院内, 很多天才的目光, 全部投向十号, 帮人做个广告, 九天杀神传, 一个心怀梦想的穷小子, 闲鱼翻身, 手拿大刀, 一路杀上巅峰的故事, 陈对黄,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十至星体上出现的那条金光大道上, 有十几人并尖厉, 在那里呵斥时候, 视他如小兵, 随意地斥责, 而所谓的小天王等一些人物, 却没有出现, 依旧在十至星球中, 或许是自视身份, 或许是并不在意, 现场的气氛有些压抑, 更很紧张, 如今的荒可不是一般的人, 早已证明自己的非凡, 可现在却被人冷声呼喝, 不放在眼中, 荒, 你听到了吗, 还不来领罪, 难道真等着我等将你揪出来吗, 速速呈现湛蓝甲咒, 在那高空中共有十几人, 此时发出隐隐光辉, 一个个气宇不凡, 全都是高手, 皆有仙气缭绕在体表, 十号神色冷淡, 站在那里,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轻易走来, 跟他站在一起, 非常担心, 先愿高手气势汹汹而来, 绝对没有办法善了, 肯定是一场龙争虎斗, 而现在的十号, 则显得人单是孤, 曹雨生, 孤建云, 魔女等一些认识的人, 因为选择金氏法, 就跟选择修谷法的人 境界坟一般, 他们如今在外寻机缘, 至今还未归, 此刻在天神书院内, 十号的帮手不多, 故就几乎都选择了金氏法, 无声无息, 莫道走来, 他是十号收服的抑郁强者, 修出了三道仙气, 一直都在遵守莫言, 不曾反叛过, 也站在了十号的身边, 众人惊诧, 现如今, 十号绝对算是麻烦缠身, 还有人敢跟他站在一起, 须知, 接下来将影响众人 能否进入仙院, 现在跟十号站在一起, 必然要得罪仙院的那些弟子, 会站在对立面, 想进仙院的话, 必然会受影响, 高空中, 仙院的人自然早已认出十号, 还真是有些人不知深浅, 不懂境卫, 缺少一颗通透的心啊, 你们跟他站在一起, 不想加入仙院了吗? 半空中, 传来一个女子的断鹤声, 拥有一头银色长发, 面孔精致, 你们两人很愚蠢, 跟他站在一起, 还妄想进仙院深造, 趁早死心吧, 剥短等一切资格, 另一个男子的声音传来, 他紫发披肩, 气韵不凡, 他们太直接了, 一点面子都不讲, 心好心好裸, 不加掩饰, 十号面尘似水, 这些人太张狂了, 真以为自己是仙院的老怪物了吗? 一言就可以决定别人的前途, 你们太将自己当一回事了, 十号终于开口, 神色平淡, 看着那些人, 他话语不多, 可却有一股底气, 狠狠静, 也很平和, 同样还内蕴着一股冷冽, 没有将几人的警告看得很重, 慌, 你在挑衅我等的威严吗? 不来认错, 不上前领罪, 还想反抗不成? 银发女子带着讽意笑道, 你有什么威严? 算得了什么, 让我认错领罪, 不知所谓, 十号冷淡地说道, 他没有呵斥, 也无责骂, 但却也让人心头一跳, 净显不屈于强势, 被人这样驳斥, 那银发女子面色一阵红, 生出怒意, 道, 不知死活, 人需要有一颗敬畏之心, 在其旁边, 那紫发男子也开口, 而等进不了仙院, 银发女子补充, 盯着十号, 轻衣, 莫道, 可笑, 你们是仙院的掌控者吗? 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决定一切, 掌握所有入门弟子的前途? 自以为是, 十号道, 周围, 所有人都一阵心惊肉跳, 慌果然无畏, 就这样针锋相对, 没有丝毫退意, 众人一阵沉默, 不想招惹仙院的重要弟子, 免得节外生枝, 影响到自身, 我等要进去, 你阻挡不了, 轻衣说道, 天空中, 传来轻笑声, 不光是那一男一女, 其他人也都笑了, 很张狂, 不将轻衣的话放在心上, 天神书院许多学生都明白了, 这些人身份肯定不一般, 多半是老怪物的关门弟子, 也许真的能说上一些话, 影响到择图进城, 十号冷漠已对, 没有再说话, 怎么, 不服吗? 半空中, 那女子轻笑, 她很随意, 拢了拢一头银色的秀法, 道, 你不服也不行, 折入我仙院弟子, 更痴心妄想地, 占据你承受不起的宝衣, 仙院大门不会对你开放, 她还算漂亮, 银发光亮, 单凤眼协调向上, 只是那种姿态很高, 很难让人生出亲切感, 你现在沉默算什么, 听到我等的话语了吗? 还不过来, 赔罪, 那男子喝道, 一头紫发披散, 他身形高大, 气息破人, 天神书院, 一下子静悄悄, 下方有很多弟子, 都在关注事态发展, 人们知道, 十号多半要吃大亏了,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他做出什么反应, 都将非常不利, 在此服软的话, 今后还有什么颜面, 可若是继续针锋相对的话, 还怎么进仙院, 平白先得罪了未来的尸门, 怎么, 无话可说了吗? 上方, 那银发女子笑道, 原本恼怒的脸上露出得意之色, 见十号沉默, 以为他怕了, 懒得理你吗? 十号说道, 转身就走, 不想跟他们多说, 你, 银发女子惊怒, 对方这种姿态时, 让他忍受不了, 虽然没有大声呵斥, 但这样却更是轻狂, 不将他们放在眼中, 十号的确不想跟他们多说什么了, 毫无必要, 这些人如果想出手, 他接着便是, 慌, 你给我滚上啊, 那紫发男子喝道, 他也觉得受到了羞辱, 大声怒吼, 生动长空, 下方, 所有人都接闭口, 没有人出声, 人们知道, 战斗无法避免, 以慌的脾性来说, 绝不会容忍, 更不可能受辱, 你们难道只会叫唤吗, 想死就过来, 十号霍的转身, 话语冰寒, 目光更森冷, 动了怒意, 杀气腾气, 一句叫唤, 让上方的人皆变色, 这应该是针对牲畜的说法, 慌居然果敢这样折辱他们, 拿下他, 紫发男子喝道, 金光大道铺展, 向下延展而来, 他踩在上面开始出手, 原本, 金光大道璀璨, 如同从仙界而来, 接引下方的承道者, 可眼下却弥漫杀气, 站在上方的十几人, 或卧宝平, 或手持降魔杵, 或挥动式神伞等, 一起镇压, 众人吃了一惊, 这些人法相威严, 宛若九天神佛将士, 皆拥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大气魄, 神魂再共鸣, 再壮大, 而站在最前方的两人, 则是那一对男女, 紫发男子手持降魔杵, 挥动出滔天紫光, 猛烈砸了下来, 虚空崩开, 大道神音不绝于耳, 银发女子面容娇好, 而此时却有些僧寒, 手握宝瓶, 瓶嘴那里, 喷出成片的银芒, 轰向十号, 这蕴含着大杀意, 众人一起出手, 共同降魔, 金刚扶魔阵, 有人惊叫, 一眼认出这宗古阵, 顿时一阵凛然, 暗叹仙怨果然了不得, 这才一出手而已, 上来就是古代的出名大阵, 难怪敢这么张扬, 十号轻语, 这些人果然有本事, 这样其出手, 的确可压制年轻一代中的精英人物, 只是, 他并不在意, 曾跟打神时在一起很长时间, 多少对这些法阵有些了解, 再加上其无匹的战力, 自然无惧, 不过, 想要破开法阵, 肯定要大费周章, 毕竟这些人的修为都很了不起, 只是, 十号不想跟他们在此长时间争斗, 那样赢了的话, 也缺少威慑力, 哄, 一瞬间, 十号体内气息暴涨, 如同一头真笼从深渊中苏醒, 而后出世, 滚滚血气如海, 十号动用了自身的至尊宝树, 上仓, 轮回, 还有那种未成熟的第三种宝树, 纠缠在一起, 三粒合一, 他很少动用自己的三种天生至尊术, 如今却直接开启, 一人三种至尊神通, 如同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三粒合一, 演化一切, 绝世威势爆发, 轰蹦蹦, 天地开合, 四眼茫茫, 乾坤被一股神力冲击得快溃灭了, 十号这种手段, 即便是血拼年轻一代至尊也够了, 因为这上来就是决战的手段, 可以再一刹那分胜负, 或者他大胜, 或者敌人败亡, 这是要在一招, 奋出结果的功法, 十号未败, 在那光雾中, 三种至尊神通显化, 击散上方的金刚浮摸阵, 让那些人全都身体矩阵, 口中溢血, 啊, 有人惨叫, 横飞了起来, 与此同时, 金光大道摇晃, 要散掉了, 碰, 十号冲天上, 一把抓住了那一对男女, 拎在手中, 而后留下一道残影, 迅速回到了原地, 天空中, 各种神力滔滔, 尽情汹涌, 大裂缝蔓延, 可是地面却快速恢复了宁静, 这就是你们说的威严吗? 十号冷声问道, 砰的一声, 将紫发男子丢在地上, 而后抬脚, 就向他的脸上踩去, 你, 不, 那男子大叫,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比杀了他都要难受, 嚷什么? 十号呵斥, 抬脚用力踏下, 赖章还算英俊的面孔, 当即扭曲了, 鼻梁骨塌陷, 牙齿崩断, 你, 不能这样对我们? 十号手中的银发女子尖叫, 不能这样吗? 十号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而后轮动另一只手掌, 啪, 一声非常清脆地响应发出, 那女子的半张脸肿胀, 骨骼裂开, 整个人被抽得横飞了出去, 坠落在地, 口鼻喷血。